今天我們來上3D印表機 那因為剛好有同學不課出席 我們就再錄影一次 然後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會講一下這個3D印表機 從我們在CAD或者是Sketchup裡面建模 然後怎麼樣轉出來 讓3D印表機的軟體 去做列印的準備 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會上機 就是機器在那兒 我昨天晚上有稍微適應了一下 OK 這個機器是今年6月買的 那每一家印表機出來的東西大同小異 原理都一樣 所以你學會了這一家叫創想 創想叫CREALITY 創想的這個3D印表機算市面上 普通流行的一種機款 一個廠台 如果你學會的話 你其他印表機都是一樣的 那樓上那一台不一樣 樓上那一台叫CREATE BOAT 那一台叫CREATE BOAT 那一台比較大 那一台比較大 那一台有600x600x600 這台是300x300x300 我剛剛講的是MM 所以機型尺寸能力各方面差很多 但是 我會後來自己 這個我自費了 這不是學校機器 這台是我自己的 那我會最後自己決定要買這一台 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發現樓上那一台 它大 所以硬色母鄉OK 可是大就有大的缺點 就這個世界上它沒有一種 你知道嗎 這世界上沒有一種 真正的多功能 然後每個功能都是最好的那一種 所以譬如說它大它就有它大的缺點 小會有小的限制 所以這一定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我要需要看一下你們鐵工的圖 然後我發現到目前好像只有兩個人教嘛 那剩下三位同學沒有教沒有關係 我等一下稍微講一下你們的圖之類的 大概就今天上課三個部分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剛剛有上傳到 上傳到這個雲端 它叫Creaty Slicer 那它的版本要注意一下 目前我手上最新的是4.8.2 那另外一個就是它是for Windows 還是for Mac 這件事情 這個比較重要 安裝完之後呢 進來之後呢 它要需要選印表機 那因為我們我們用了哪一台印表機就必須去對應到正確的型號 那因為這個Creaty Slicer 顧名思義就是Creaty這個公司創想他們自己發明的Slicer 我等一下會解釋Slicer的意思 所以我再講一次它就是一種列印的準備程式 就是你能夠用你的3D模型跟印表機之間溝通的一個程式 所以每一家廠牌都會出自己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甚至有公用型的 也就是說有一些 你們可以上網去找 你就打Slicer這個字 你們打Slicer這個字呢 譬如說我就示範了 當然我懂得不多 我懂得廠牌不多 所以譬如說我就打3D Printer 然後Slicer 你就會看到一堆這樣的東西 那這Slicer就會比較universal一點 但是也是一樣有好有壞 也就是說當它是 當它是這個所謂的 叫什麼 當它是一個比較通用的軟體的時候 它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有一些 廠牌它出的比較新的印表機 它可能就會找不到那個型號 然後那個型號跟接近的型號 中間在印表機的設定跟尺寸上面有沒有相通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所以這個就要小心 所以當然第一個首選應該是用 該廠牌自己出的Slicer 然後第二個選擇才是說 OK 你如果希望 有個Slicer 今天在學校印表機 家裡印表機 每個地方印表機 它都能夠用的話 那我就會說OK 那你就 去Download一個Slicer來玩玩 這個一定有一些什麼 The Best之類的 你知道 Best Choice之類的 就是反正大家會去評比 OK 可以嗎 好 那接下來就是你安裝完之後呢 你選印表機 那我們剛剛這一台 因為它是Enders 3 S1 Plus 那剛剛有同學因為它是Mac系統 暫時不能選到 那這問題怎麼解決呢 你就先選一個最接近的 譬如說可能是Pro 或者是Enders 1 Enders 1這應該感覺夠接近了 那如果 對不起Enders 3 Enders 3之類的 Enders 3應該是比較接近的一個系列 所以最後你選擇到它 然後按增加你就會出現呢 你就會再 好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了 進去以後你就會出現了 你會有一台這樣的印表機 然後你隨時隨地都可以新增印表機的 那你當然就是說 你現在這個Slicer針對的印表機 它不會有一個預設值 所以前面有一個原點 那個原點代表就是說你現在預設的是哪一台 這樣可以嗎 那這Manage Printer我大概沒有用過 大概基本上就是你現在是哪一個是預設啊什麼 要不要做一些基本設定 基本設定這樣的話 它有一些 你在列印之前的基本設定 但是基本上 跟AutoCAD我們學AutoCAD的時候一樣 我們都是說 能夠用原廠設定 能夠用原廠設定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要改變原廠設定 你就要另存 就是另存之類的 這個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沒有去用過 好這個是Slicer的部分 那剛剛有一張很棒的圖啊 我們回看 回來看這個圖啊 這個圖很有概念 這個圖的概念就是說你的AutoCAD 鍵完模的時候叫DWG 你的SketchUp鍵完模的時候叫SKP 這個大家有概念嗎 那不管是SKP或是DWG 這一類的軟體 甚至AutoCAD也可以 還有很多軟體都可以出DXF 那這些東西它都一般來講是沒有辦法直接進到 所謂的3D印表機的Slicer 那Slicer呢它做了一件事情在我們這種傳統的3D印表機 我現在講的不是那一種 成績式的就是有一種我現在已經忘記那個名字了 就叫什麼成績式來叫什麼 印表3D印表機3D printer 就是用那一種光學的原理 那叫什麼光固化想起來了 這個名字 我覺得這種科技的新名詞到最後你真的會暈 就3D光固化呢 它就是另外一個概念 它跟這個Slicer很不一樣 它有點像是拉一個膜起來這樣拉整個膜起來 它不是像 Slicer它比較像是擠牙膏 擠牙膏意思懂嗎 就是說它就是拿著牙膏 然後在你的牙刷上面一圈又一圈這樣擠上去 然後越疊越高越疊越高 這個是Slicer的概念 但是光固化是完全不一樣 有興趣的話在自己研究 那光固化呢 兩個特點 如果跟傳統的 我講傳統就是Slicer這種 來比較的話它有兩個基本的特色差異 第一個光固化貴非常多 它的價格可以到5倍到10倍 所以印表機就貴了 然後耗材也貴 所以你可以到淘寶上找人家幫你光固化印出來 也可以找人家用Slicer印出來 價格也會很有差別很有感 那印表機本身就貴 那光固化會貴是因為它會用到藥水這件事情 我沒用過本人真的是沒用過 它是一種反正就泡在藥水裡 你就想要那種 科幻小說電影然後泡在藥水裡 然後裡面東西就長出來這樣 結晶還是什麼我不懂 這個不懂我不敢亂講 但基本上它就會是一種很有意思的一個 一個成績的一種概念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用很傳統的Slicer 也沒什麼不好 那剛剛講到一半就是說光固化它會比較貴 印表機跟耗材都貴 第二個特點呢 它會比較細緻 因為它是有點像在藥水裡面長出來的結晶出來的東西 所以它細緻很多 那第三個特點呢 它速度會比較快 它在列印的過程呢 其實會比傳統的Slicer快 因為Slicer就是擠牙膏一圈一圈一直擠 那裡面如果需要長肌肉出來 它也要需要花時間去走那個路徑 所以走路徑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Slicer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的所有的Slicer軟體呢 它在做了一件事情 舉個例子來講 我現在就用這個來看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我昨天就是現在在桌面上 我昨天沒把它印完 印到一半我就把它停下來了 就是說它會這樣子一層一層的 各位看得到嗎 它是這樣一層一層擠出來的 一層一層擠出來的 那這一層一層擠出來的時候 你要想 它不是只有外面 它裡面要走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這個怎麼設定 我現在是100% 譬如說我如果設15% 15%算是一個常見的數字 15%的時候呢 它就會是完全 你看它就會這樣擠 它就會是這樣擠 這是15%的樣子 但是不管15%或100% 反正它就是得要去走完這個路徑 它才能把東西印完 對吧 聽得懂 所以 所以它就是 印表機的噴頭一直在那裡走 所以它花時間 那光固化不一樣 它就是每一層就有點像這個 必其共魚 就是這一層完了 那一層完了 這樣子 很厲害啊 這樣聽得懂 反正這是新的科技 也沒有很新的 光固化大概至少出來三五年有了 就普遍化來講已經三五年了 但是它貴 所以目前呢 如果像我們這種Maker就在自己家裡 DIY的大概都還是會 Slicer居多 但是有錢人他們會直接買光固化 我講的是有錢人 懂嗎 有錢人我們不是 然後商業化的幾乎都用光固化 商業化的人因為時間就是金錢 所以他們 你就多付點錢啊 耗材多付一點啊 然後我就幫你做光固化 快一點也漂亮一點 所以幾乎商業化都是 就幫你客製化定做定制的那一種 幾乎都是光固化的 好以上到這裡沒問題嘛 好 那我們就來說一下這整個程序 首先打開AutoCAD好了 我們最熟悉的還是AutoCAD OK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 我們今天就來做簡單的BOX好了 我們做個BOX 這裡面應該都沒問題 BOX0.0開始 然後我們做一個 不要太大 印很久 30乘以10乘以20好了 30乘以10乘以20 我們做一個30乘10乘以20的 那這個練習呢 你將來可以自己再修改 你自己再修改 那你要修改成什麼樣 我沒有意見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你花了很久的時間 對 你就會搞很久 你會印很久 那我們 我希望今天 上課下課 或者是 到下禮拜上課之前 我希望你們有機會練習一下 我這台會暫時擺在這裡 可以嗎 那等下整個操作的程序 都會做一次給你看 你要自己做過一次 你就會有 就會比較有感覺 好 BOX建完之後呢 那我故意建一個比較特別的 因為如果建一個太普通的東西 我覺得有點無聊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做成一個拱橋 所以我們按 F5還是F6 不是 F5 不是 F6嗎 F6 F6叫做動態UCS 動態UCS 這個 遠移現在應該都會了嗎 F6之後呢 我在這個面上面 做一個C 然後 END MID 好了 就選這個終點 不然你就轉UCS也可以 然後半徑我們 寬是30嘛 半徑我們抓 半徑抓10好了 10的話剩下101020不行 10太大了 如果兩邊要10 半徑抓5就好 半徑抓5就好 30乘10乘20 30鬥號10鬥號20 然後我們用按拉的方式 這個可能 遠移那一般還沒交過 反正你就是把它剪掉了 就是把它剪出一個 有點像個小拱橋這樣 對不起我後悔 我畫大一點好了 我覺得這有點小 我覺得這有點小 再一次 沒關係 你忙你的 11 我們這樣好了 我們在這做個拱橋 好啦 就 半徑10 直徑30 直徑20好了 半徑10 直徑20 然後我們把這裡弄空掉 總而言之就是讓它變成一個拱橋 這樣好 高度好像也不用那麼高 高度用 擠出面好了 擠出面往下擠個5 好啦 沒關係 這個尺寸的就是大概 alround alround this this range 所以我的重點只有一個就是不要硬太久 不然你會硬很久 降個高20 降個5應該沒關係 移動面好了 用移動面 你們可以用切的或什麼 留著也沒關係 留著也沒關係 好就這樣 我現在大概做一個這樣的東西 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東西呢 因為待會兒要練習 練習的話 我就是要 要 要一個練習的 object 那 注意到一件事喔 你現在在你的XYZ裡面擺的方向 你在你的XYZ裡面擺的方向 其實就會決定了你待會列印的方向 所以 UCS再麻煩你轉回W 如果他剛剛因為你要做那個圓的關係 你轉過UCS 你把它轉回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我待會列印的時候是這樣 這是一個方法列印 那另外一個方法列印呢 就是我一起講 就是 我現在把這個東西 複製到50 兜號50的位置 跟著上嗎 我把它複製到50 兜號50的位置 你們都上過我的 我都可以嗎 這兩位都上過 對吧 然後我做個Rotate 3D R3D Rotate 3D Rotate 3D 讓他上下顛倒 我現在做上下顛倒 只是會讓各位瞭解一下說 其實3D列印他沒有一定的 列印方向 反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讓你的 物件 如果是這樣列印跟那樣列印 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 我待會會故意做這個事情 讓你們感受一下 擺放的方式 這是一種 還有一種擺放可能合理的擺放 一樣是哪一種你知道嗎 還有一種可能 我把這個也再複製出去 還有一種可能是什麼呢 我一樣Rotate 3D他 高度沒有關係 高度他自動會 高度他會自動抓到零平面 所以高度比較沒有關係 這個也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現在三個都不一樣高 對不對 對吧 我現在三個因為Rotate 3D的關係 三個都長得不一樣高 可是呢 最重要的是他的 方向感 也就是XYZ的方向感 這個最重要 其他都不重要 你們很快的做兩三個這樣子 我等你們 就是有三個同樣的東西 但是我讓他列印的方式不一樣 你就會看到 所以其實你在送進印表機之前 送進Slicer之前 這個方位要擺得好 你就會影響到列印的時間 甚至列印的品質 甚至 列印會不會失敗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很關鍵 這個很關鍵 這將是我上的最好的一次的 3D列印的課程 因為以前我不會講那麼細 這也是等於是 這也是這個叫什麼 I do I understand 就是當你 真的有了實戰經驗在來教學的時候 這個東西才能講得透徹 需要幫忙嗎 我確定一下我的錄影繼續 OK 所以 這三個東西的擺放方式不一樣 但是它是同一個物件 那你每一次練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都要去想 這模型擺成什麼樣子最好 好 這第一點 然後這建模 建模之後 我們Ctrl S一下 我們通常還是養成一個好的習慣 因為你不存檔的話 其實就是 怎麼講 就是 當掉了 或是怎麼樣出現問題都不好 所以我們都習慣 還是要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好嗎 所以我們一起把它存檔起來 我像我昨天都把它存在我的AutoCAD裡面 就是 3D Printer Practice 隨便給它一個名字 好 那這將來 因為 存檔還有一個好處 將來如果你要修改你的列印模型 譬如說 你這個模型太大了 放不進去 太小了 實在不好 所以你就會想要修正它 修正它的話 你從AutoCAD還是最快 因為我猜你們不是SketchUp好 就是AutoCAD好 都不好的就 都不好就找人幫你建模 反正就是你要一個 你要有一個原始的 3D建模的軟體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 我們就要準備去Slicer 去Slicer之前要做一個轉檔的動作 這個轉檔是用匯出的 所以我們選第一個物件 第一個物件就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一個一個來 我們選第一個物件 然後到檔案 然後到匯出 可以嗎 然後匯出之後 它就有很多的選擇 這個在 在圓宜那班的 你們的課堂上還沒講到這裡 但是 你們班上過的應該都講過 就是 匯出它本來就有很多種格式 其中有一種叫石板印刷 副檔名叫STL 那這個就是一般跟3D列印幾乎99.9999%的3D的Slicer都能吃這個檔案 因為它是最傳統 最歷史悠久的一種列印格式 所以幾乎都可以 那你說其他檔案幹嘛 其他檔案就當然有別的用途 譬如說IGS就是像一般的這種 如果是真正做機械零件的 做機械零件的廠商 他們就喜歡IGS 或是SAT 或是其他的格式 這還有更多的格式 這裡面只有列出一部分 那STL就是我們列印大概唯一的選擇 所以我們選這個 然後因為我現在有三個物件 待會要分別去 怎麼說 分別要去實驗 所以我就叫他123 我就這個叫1 叫Practice1 OK 那就出去了 那這是因為我先選的物件再下指令嘛 所以他就知道我要那個物件 但是如果你不選物件 我們再來一次 如果你不選物件 直接執行匯出 直接執行匯出的話呢 他就會問你要哪一個物件 我們做一次 所以我們直接執行匯出 然後我們把這個名字改成2 從1改成2 然後這時候呢 你完成這個命名的選擇之後 他就問你要選哪個物件 就必須要選個3D實體 就要選個3D實體 比如說選這一個 那注意嘍 所以他可以有實體或無縫網線 無縫網面是可以的 網面也是像你們班還沒教 你們班有教過 那個3D滑鼠就是網面 所以網面是可以被列印的 所以這樣子就進去了 那再一個 我們這三個都來了 所以我們第三個呢 就叫3 如果你們只有兩個 就用兩個 一個就用一個 我們就是故意讓他不一樣 好 做完了 存個檔 存檔就是好習慣 然後我們到Slicer這邊來 那Slicer進來的時候 你不會看到這個畫面 我從0開始 我從0開始 就是我要去找到這個3D印表機的 列印的軟體 他長得像 在哪裡 在這裡 Creality Slicer 打開他 然後你開他的時候呢 基本上他就會 根據你上次安裝完 或者是你上次使用最後一次的 值來預設他現在的印表機 好 首先我們檢查一下我們印表機對不對 我們應該是Creality Under3 S1 Plus 那你可以再新增 你也可以從設定這裡來做新增 也都可以 好 這第一點 所以選好印表機了嗎 先選好 如果你第一次用 應該在你上次安裝完的設定 應該就會進入這個 不會的話我們再檢查一下 好 所以這個這個部分是選印表機的部分 OK 所以你可以可以換喔 你可以隨時切換印表機 你有可以好幾台印表機在這裡選 然後第二個呢 是耗材 好 那這個耗材呢 其實基本上 不同的印表機有不同的耗材選擇 像這一台好像是PLA為主 我印象中他是不能用ABS的 很多印表機可以用ABS ABS是另外一種塑膠 詳細的學名 我不會背了 但是ABS很熟悉 他就是一種比較臭的 比較不環保的 比較 髒的塑膠 可是他的一方面熔點高 他會比 PLA的熔點更高 他會比PLA的熔點更高 然後第二個是 他有一些好處啦 就是熔點高 所以譬如說他比較不容易軟化 像這種PLA的材質 他們號稱叫做玉米 的 材料去製成的塑膠 所以他的 環保 環保價值比較高 就是說他是因為他是 他是玉米去製作的 所以他對於環境是比較 不會傷害的 而且他等於是可以 所以 我不知道多少年後之後他會分解 他會自然分解 所以他是一個比較環境 Environmental Friendly的一個 一個耗材 那ABS是完全 另外一種 ABS就是像 我們叫什麼 PVC水管 現在沒有 PVC就是一種很糟的塑膠 因為PVC 我不知道是經過幾千年 所以一萬年都不會分解 這個要去查 我也不敢亂講 就是Google一下就知道PVC是很難分解的 所以你把那個塑膠水管切斷的丟到圖裡 他在這邊幾百年 幾千年 他就是 No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LA是Friendly的 所以 也比較好 那因為他是從比較自然的材料去做出來的 所以毒性各方面都會比較低一點 那ABS 如果我們現在用ABS的話呢 我們就整個窗戶都要打開 因為他就是塑膠 然後再融化 就會出現一個融化塑膠的氣味 PLA的味道很 我自己個人 我是沒什麼感覺 PLA沒什麼太偉大的味道在裡面 好 再來就是你的設定 你的設定 你點一下這裡就會出現這個設定 那這裡是最重要 那這個設定你現在不用設定 為什麼你東西模型還沒載進來 所以你在這邊設定沒有太大意義 所以我們就準備來開模型了 開模型的話就是這個 就是這邊有一個 同樣的你在上面的Menu都可以找得到 我就不講了 你在這裡按一下 他就會叫你開一個所謂的 STL 那你們在AutoCAD的課我都有教過嘛 你就能夠看到副檔名 為什麼要看到副檔名 這時候就很重要 不然就亂開一通 你不知道在開STL還是在開別的 所以我們先開一個STL 那STL開進來之後呢 這時候你其實要開始試著用 我也不太會 他就是滑鼠的 左鍵滾輪跟 右鍵都有不同的意義 但是你習慣就好了 跟AutoCAD沒有完全一樣 但是你慢慢操作一下 你大概就會感覺到你怎麼去看這個模型 現在大概可以抓到了 所以我這會把它移到正中央 然後放大 移到正中央放大 這樣子 就是大概一個這樣的操作 我不太會講 反正就是 滑鼠滾輪 左鍵右鍵交互運用 就會出現這個結果 可以嗎 有抓到了嗎 抓不到也沒關係啦 反正你下次用AutoCAD的時候 它又完全不太一樣的邏輯 所以 好 繼續 好 然後我們來看幾個重要的東西 這每一個 大的藍色的bar 都代表一個 一個類別 所以我們先把它全部收掉 一個一個看 也就是說 其實你在設定的時候呢 我先全部收掉 全部收掉就是 好像要一個一個點 我不知道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如果有的話教我 反正我就是 蛤 那我要怎麼樣變表格 推薦 推薦 哇 推薦 我不知道 我這個看不懂 我看不懂 我比較會看這個 好 這裡面最重要的 我只講最重要的 其實你一般都不會去改那麼多東西啦 因為就是你 你就是硬個東西嘛 你要選那麼多東西幹嘛 但是這個有一個 它有一個優點是說 你設定完之後 你這台機器 你的電腦 你的Slicer 下次再開的時候 它會根據你上次的設定 那如果你喜歡某種設定 跟另外一種設定並存的話 你就要把它存起來 我等一下再教你怎麼把這個設定存起來 那如果你常常就是 慢慢的修正你的列印設定到一個最佳的狀態 那你就一直慢慢的修正 反正它都會留著上一次的設定 這樣懂嗎 第一個我們看品質 品質的話呢 就越細的話 就會越 細緻 就是越薄 這個層高越薄 也就是它列印出來這個牙膏越細的話 它就會越好 這不要改 暫時不要改 0.2是一個蠻標準的 就是 1mm裡面分成5層 如果你覺得不夠 你可以用0.1 但是不是每一台印表機 它都可以印到這麼細 然後它這個有一個齒輪 我不知道 等一下 不要到外殼 我還沒有到外殼 這個齒輪是幹嘛的 那個那個其實是下面都會設定到 那個下面都會設定到 這個先不動它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層高 它也會告訴你一些這個 反正它就會跟你稍微有點像說明書這樣 不動 第二個是外殼 外殼很重要 外殼呢 基本上我也是都會從原廠設定開始 這個我幾乎沒有改過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它的牆壁的圈數 也就是說你在列印密度的設定的時候 就是一個東西的密度 不管那個密度怎麼變 外面一定是10星的這樣懂嗎 外面要擠得滿滿 你外面只要擠空了 它就會失敗了 所以外面會滿滿的 那滿滿的要擠層厚 這裡就是說兩層 看到沒有 要兩層 牆壁是兩層 然後頂部呢 它封頂 它最後有個封頂 封頂它說要四層 底部有四層 你可以改 比如說你可以四層 四層 四層 或是三層 三層 三層 你都可以改 但是我也是一樣不動 反正是原廠的設定 一定有它的道理 這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更複雜的 比如說它填充裡面的15% 30% 那個填充是怎麼走的 這個我先跳掉 也是一樣我不改 然後再來就填充 填充就是密度 主要是密度 這個密度呢 就是 怎麼說 就是等一下看了就知道 我們先用15好了 15算是一個 基本款 但是這裡有個吊詭的地方 不是填充的密度越低一定越快 不是 而且它不會成正比 也就是說你不要想像說 那如果15%是一分鐘 那30%是兩分鐘嗎 不是 因為外面的牆壁不是這樣算 所以你不能用趴數來估算你的時間 這兩個沒有成正比 而且甚至有時候還反過來 你填充密度大一點 印出來好 而且它反而比較不會 因為它其實雖然印的比較 稀疏 可是它還是要走過那些路徑 它要走過特定的路徑 所以這個未必是好事 但是 低 填充密度低 耗材一定少 就是使用的耗材少 這是一定的 但是時間未必成正比 除了15%我們先不動 再來是速度 速度這一台呢 我試過了80%都沒什麼大問題 80mm 每秒鐘走8公分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列印速度呢 甚至走100我都沒有問題 所以你們可以就go ahead 這是因為我測試過了 我覺得它跑這個速度好像品質也沒有什麼太爛也沒有失敗 所以我現在設定到這樣子 你們就跟著我設定 沒關係 那空跑是什麼 空跑不用講 就是它如果這裡不要擠牙膏的話 那就是跑過去 它可以跑很快 它從這個點 假設它擠一圈了 它現在開始擠裡面 它可能要從某點開始突破開始擠的話 它就會有一個空跑的一個 這個路徑 那這個路徑呢 它要設定一個速度 這250也OK 然後空跑這裡也不要動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動啦 我一般會動的就是密度 一般我會動密度 然後有時候我會調速度 你們可以記一下 當然密度跟速度 這兩個比較需要調 一般其他東西你不會想要調它 你調它幹嘛 對不對 冷卻我也不調它 除非它變得很奇怪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突然發現它不會冷卻 你印完它不會冷卻 然後之類的 風扇不會轉 你就要回來看它是不小心動到 風扇不轉 是你不小心動到 好 支撐 支撐是一個 系列性的選擇題 什麼叫支撐 我解釋一下 我們先做一個切片好了 這樣比較容易說 來 我們做個切片 切片 切了沒 剛剛有一個切片 有看到嗎 下面有一個按鈕切片 切了 切了以後你就可以按預覽 然後預覽之後呢 你們現在外圍跟我長的不一樣 沒關係 那等一下再改 然後你就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沒有支撐的樣子 也就是說 想像一下這個拱呢 從底部上來呢 它有點像在真正在蓋一個拱門這樣子 它就是在那個半圓形的裡面是不填充的 那我們把支撐點勾下去 那支撐勾下去之後發現 你剛剛的Slicer不見了 你剛剛的Slicer的那個預覽不見了 然後出現一個灰色的模型在那 這是正常的 因為表示說 你改了任何參數 它就要重新跑一次Slicer 為什麼 因為你改設定 改設定之後 它這個列印的設定就會整個跑掉 所以重新要來 所以你再Slicer一次 喔 那你就會發現 喔 這個就叫支撐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 它的支撐不是從頭到尾都有支撐 它是什麼 它是到了某個點之後 以上才開始有支撐 對不對 這個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我動到它了 沒關係 我再重按就好了 我剛剛不小心移動了整個模型 我就要重新切片 沒事 切一下 我剛剛想要看的是這個 就是 有沒有 它到了某個點之後 所以這邊沒有支撐 這邊沒有支撐 為什麼 因為這跟這裡的角度設定有關 你看 你支撐裡面是不是有個東西要角度 叫做支撐突出角度 有沒有 有找到嗎 這個事數就表示說 如果它是這樣慢慢地糊上去的 它不理你 這樣糊上去它不理你 然後到了某個角度 哇 這個你擠牙膏它會掉下來 你牙刷放在這裡 牙膏放在這裡 牙膏就掉下去了 所以你這樣擠 它會掉下去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考量之下 它就會 這個投影 正投影下來的整個面積要開始搭陰架 它就一直搭陰架 支撐就是陰架 你蓋完一個房子 陰架是不是就拆掉了 你們那邊叫角手架 不對 澳門也不叫角手架 只有大陸叫角手架 你們叫什麼 Scaffolding 長什麼樣子 就 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們一定叫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還是你們叫英文 我沒有好奇 你知道 我很喜歡收集各地的 說法 所以我現在跟大陸人講話沒有問題 他們講什麼都聽得懂 而且我可以用他們的語言來跟他們講話 這是陰架 那你在大陸講陰架沒有人理你 你在大陸要講角手架 在澳門叫什麼 沒有 因為你沒有工地經驗 所以澳門可能也叫陰架 OK 陰架 所以其實這個支撐就是陰架 這樣懂嗎 那你每一個建築物蓋完說陰架是不是要拆掉 這個一樣 這蓋完之後你陰架一拔就掉了 所以你注意到他最上面的列印的方式呢 他就是會讓你這樣 你這個往上看 你就會發現了他在這裡的時候 最後就會很稀疏然後讓你很容易拔掉 然後最後剩下一些毛屑 在美工刀什麼刮一刮就好 OK 所以如果你改次數譬如說我希望這個 不要那麼多陰架我希望減少陰架的數量譬如說你這個角度呢就可以改譬如說60 你改完60之後你再重新切片一次 你就會發現他陰架的面積減少 甚至我改 譬如說 再誇張一點 譬如說我改80 我再重新切片一次 歡迎來到舞台東 對不對 陰架的面積又減少 所以他他會想像中 如果這個是一個連續壁 連續的牆壁叫連續壁 這是個連續壁 所以他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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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弧 弧行慢慢往上走的過程 只要他認為 這一層 比下一層 比他的下面堆積的那一層 只要稍微找到一點變 他認為 你有把握他不掉下來 他就讓你 做這個事情 但預設是世俗 預設是世俗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改成世俗 我們改回世俗 改回世俗 切片 這是預設嘛 就是說他這個想像的 世界裡面大概45度以上 你這樣做危險性很高 你可能會最後我們有一個 3D業縣的專有名詞叫擠米粉 炒米粉 你就會印出一堆米粉 米粉是不能吃的 也不能喝的 就要扔掉了 因為他就沒有成功 他之後就亂成一團 他沒有很好的黏著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炒米粉 澳門叫米粉 你叫米粉 確定 學習這個各地方的語言 米粉 好 所以我們這裡就會看到時間 像我大概是19分鐘 照我剛剛那一路設定下來 我目前是19分鐘一晚 他會告訴你大概幾公克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來跟人家收費 以後你們跟我注印表記 我用這個來跟你們收費 幾公克幾分鐘 可能有一個簡單的數學關係 好 然後這個支撐就這樣 那如果把支撐打勾拿掉 把這個支撐打勾拿掉 也就是這個選項沒有的時候 就無支撐 我就相信那個牙膏會一路堆上去 我們再看一下 時間就會少很多 從19也沒有很多 就從19分變17分 那你知道自己要去評估 你要不要冒這個險 你這是沒有支撐的 17分 那你有支撐的時候 會來到19分 那我當然要支撐 你聽得懂嗎 然後那個列印的看 克數好像一克兩克差別 也沒多少 這一卷 這一卷是一公斤 所以一公克就是 這個的千分之 要自己評估 好這個就講到這裡 好我這裡講得很細喔 因為我們有錄影的關係 然後再來是附著 在多數的印表機的使用經驗裡面 這個附著呢 我喜歡用外圍 你們現在可能是邊緣或木閥對不對 你們是哪一種 預設 外圍 外圍對不對 你們也是外圍啊 我強烈建議不要用邊緣 你們可以試試看 選個邊緣 然後就切片看看 反正看看無法 這是他邊緣的樣子 喔 那這個附著性會比邊緣 比外圍好 為什麼這附著性比較好 他就是一開始在擠的時候呢 他床也是熱的 等下你就知道那個床摸起來溫溫的 大概45度或50度 等下就會設定 然後 我們剛好像沒有 跳過那個溫度 我們等一下回頭看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 這個東西呢 他在列印的時候 他床是熱的 所以他又讓那個 PLA擠出來之後 雖然遇到空氣會冷卻 但是他有一種 因為像 這個床是熱的 所以他有一點 半熔熔的狀態 所以所有東西都在半熔熔的狀態之下 開始這個東西 你在列印上面的真實的實體結構的時候 有一個好處是 他比較不會歪掉 因為他就一直黏在一起 那所以這是他設計邊緣的原因 那我們再看木筏 木筏是長什麼樣子 木筏是長這樣的 好堅固 他蓋了一個 他就蓋了一個地基給你 簡單來講就是 RAFT 他這個英文叫RAFT 就是一個地基 這個都over 那本人最喜歡 簡單就是美 我最喜歡外圍 外圍 是這樣子 對不對 外圍就這樣 也就是呢 外面那三圈對我來講 叫做跑道 叫做熱身 叫warm up 這個是好的 因為通常 印表機開始起動之後 他在擠牙膏的過程 前面的一小段 是不穩定的 我就把它擠掉 反正這個不要了 然後 也可以觀察 你是不是 床歪掉了 因為床的水平不對 他也擠不出來 床的水 水平歪掉了 他可能會浮在上面 附著不了 或是根本噴頭被壓在床上的 就擠不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觀察 這三圈就是你看看 OK嗎 OK那就讓他印下去 不OK就停機 就重來 看是要調一下床 還是調一下你的設定 所以 我喜歡外圍 然後另外一種更狠的 就是吳 什麼叫吳呢 就是 吳的意思就是說 我都不給你了 直接來真的 那這個很恐怖你知道嗎 為什麼很恐怖 來漢森為什麼很恐怖 他可能 第一圈在擠的時候 如果他床已經傾斜了 你不知道 他已經開始印了 所以他就歪掉 你也不知道 然後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 順不順 擠牙膏的過程 順不順 所以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就當然不是好事 所以我習慣用這個 我習慣用這個 你看都是一樣 19分都是兩克 所以算出來其實是一樣 所以我就用外圍 這是 這是 這也是 CREALITY的預設 有一些印表機 預設不是 有些像樓上那一台 他預設的好像是 RAFT 還是 邊緣之類的 那個我不是很喜歡 那每次就 哇那邊 扒那個模型 扒半天這樣子 扒很久 所以外圍這個最好 就很輕鬆 好 那下面我不看 下面的基本上 因為這個 幾乎用不到 我們找一下溫度 溫度在哪 是耗材嗎 對 耗材這裡有溫度 他為什麼叫耗材 我也不懂 耗材這裡有溫度 然後溫度裡面有兩個重要的溫度 那個流量不要改 因為流量我也不懂是什麼 最重要就是列印溫度跟列印平台溫度 那一般來講 PLA是設定在 190到210之間 190到210之間 然後他預設是200 所以就是中 中間值 中間值 那平台 列印平台溫度大概可以40到50 那溫度越高呢 PLA的黏著性越好 我知道了 因為60我上次在拔膜很難拔 然後 拔不好 因為他太黏了 就他一開始床很熱嘛 所以你他擠上去的所有的牙膏都很黏 所以他會黏著性很佳 可是就拔膜的時候很痛苦 所以後來我就把他原廠的60改成40 然後我發現附著性還是很好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 這一款的印表機 他的表面是粗粗的 所以他本身的黏著性很好 我甚至在懷疑不熱床他都能夠印得很好 所以你懂我意思嗎 那為了拔膜的方便 所以我這裡克制的話我就改成40 那你們 60的話 你們就是看大小 有時候很好拔東西如果 一體成型拔起來很順 有東西下面底面積很大拔起來很累 這就看你怎麼拔 到這邊都可以嗎 完了以後 我們接下來把他存成一個可以列印的東西 到這邊都還沒有能列印 所以我們要列印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這裡做一個動作叫匯出 做一個動作叫匯出 那這個匯出之後有兩種主要的選擇 下面的我不講 第一種選擇叫Gcode Gcode是最重要的 因為從DWG 變STL 把STL檔案丟到Slicer裡面 去做分析 去做列印的 參數設定 設定完之後 要讓印表機讀懂的時候 全世界應該有99%的印表機讀得懂 Gcode 也就是說大家統一的就叫他Gcode Gcode裡面存的是什麼 Gcode裡面存的就是 這噴頭要怎麼跑 這個機台要怎麼跑 這個東西要怎麼升降 什麼時候升到哪裡 什麼時候走到哪裡 它裡面都是步驚馬達在控制 所以整個列印擠牙膏的程序 包括列印的每一層要多厚 列印的時候溫度要多高 剛剛講那些支撐不支撐 這整個路律圖 路律的instruction 路律的 SOP 全部寫在Gcode裡面 那你不用懂Gcode是什麼 因為他存成Gcode的就是任何印表機都可以 都可以開始印 這是第一個 Gcode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把它存成一個Gcode 可以嗎 把它存成一個Gcode 就存 那存的時候呢 如果你現在電腦裡有插的一張磁片 我講的就是一般的SD卡 它其實基本上會直接跳到預設成SD卡 它會讓你直接存在SD卡 因為 我們跟這台聯繫很抱歉 因為我還沒沿路 它好像沒有網路功能 所以你還是得插卡 才能列印 所以呢 它基本上會預設成SD卡 那如果沒有預設 反正就是怎麼樣 你自己可以改 改路律 我們存了嗎 存了 然後第二種呢 第二種匯出是什麼呢 第二種匯出就是專案 這個3MF 這是一個 這個Slicer 也就是這個廠商 自己開發的 這一款Slicer軟體的 預設檔案 那這裡面存的是什麼 這裡面存的就是 這些東西 這樣子 你剛剛做的事情 所以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喜歡A設定 也喜歡B設定 你可能印大東西 喜歡這個設定 印小東西 喜歡這個設定 就把它存成兩個不同的 3MF 這是它自己 比較廠商自己發明的 一種檔案格式 那將來你就開這個開始 然後把模型丟進來 它就會 這邊就不用 從頭來一遍了 這樣懂嗎 所以我還是會常常 把3MF存下來 像我那時候去那個 宜蘭 屋獨有 我那邊上課的時候 我就每一個 列印的模型 我都存了它的 這個預設 那後來發現 沒什麼意義 我大概基本上都是 同一個設定 我的同一個參數值 在那邊弄 到這邊可以嗎 好 完了以後呢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補充說明 來這幾個 Icon還蠻好用的 譬如說你進來之後 你發現一件事 就是說 假設你覺得這樣印很笨 因為你還要印支撐 這樣印是不是就不用 這樣印是不是不用 對 所以呢 我就示範一下 如果你不是在這裡 你不是在這裡 把你的模型轉起來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轉模型 我們就按一下這裡有一個 比如說旋轉 這邊有一個叫 縮放 縮放太好用了 你想要把模型長大個1.5倍 在這裡就做完了 不用再進AutoCAD 你要把模型直接翻轉 你就在這裡翻 我們按一下旋轉 那這很像AutoCAD裡面的 某一種 我們剛剛是3D Rotate 一個叫Rotate 3D之類的 那你就 譬如說我就 點著這個紅色的線 我就點著這個紅色的線 然後點著紅色的線之後你拉 它基本上就是 每15度吧 它好像是每15度一個間隔 你就可以這樣轉90度 轉90度轉過來 轉90度之後你重新slice slice完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存起來 你看喔 從19分變13分 差很多 19分但是13分 你一個差6分 100個零件差600分 差10個小時 有差喔 有差喔 所以我剛剛說那個是很重要 所以 重新slice之後呢 我可以再把它匯出一次 那這匯出之後呢 我一樣我就選Gcode的 那我把它叫2 我就把它叫2 我就不用重新匯入模型了 你要重新匯入模型 也是一樣的過程 那有時候要重新匯入模型 你按滑鼠右鍵 你就清空列印平台 就清空了 像我這樣一清空就清空了 Ctrl Z是可以回來了 但是你就要重新切一次 就這樣 OK 整個操作程序知道嗎 好 那這是我們第一階段 我們第一階段介紹 Slicer的用法 所以我們最後再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個總結很重要 這個總結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列印的三部曲 我們列印有個三部曲 首先你要有一個3D建模軟體 然後第二個你要有一個分割它的 在除了光固化以外的這些 層機式的 就是一層一層堆上去的 這種要有一個Slicer的軟體 那第三個才是引錶機 OK 三部曲 好 我們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好 首先呢 我們這一台機器呢 它有 四台步驚馬達 這一台 這一台負責它的 Y軸的前進 我們叫Y軸 然後這一台呢 負責 X軸的前進 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Y軸 這是X軸 然後有兩個Z軸 它叫雙Z軸 這兩個 我現在手指的這兩個叫雙Z軸 也就是說它如果單邊Z軸 也有 很多印表就是單邊Z軸 那雙Z軸的時候它就是出力會比較平均 那你現在看我做的動作呢 你將來也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幹嘛 比如說我轉一轉好好玩 你要知道你在幹嘛 你可以這樣轉 因為現在機器是關機的狀態 沒有通電的狀態 所以 所有的步驚馬達都是free的 因為它沒有開電 所以 那像這個是Y軸 所以它靠著一個皮帶在傳動 然後這個是X軸 X軸呢 靠的是X軸在這裡 那它這邊也是有個皮帶 看得到嗎 這個皮帶在傳動 那雙Z軸的話呢 是透過這個裸桿 所以這個裸桿如果不乾淨或怎麼樣的話 也會卡住或是怎麼樣 所以它基本上會一起動 那你在 你在動的時候盡量是兩邊一起動 因為你現在沒有動力 你現在是用手指頭在動它 所以你要用手一起動 動起來不複雜 動起來不會很 試一下 試一下 Anyone 要兩隻手一起 你可以感覺一下 不算累啦 不算累 OK 對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OK 好 那到這邊都沒什麼大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講它的其他部位 那組裝就不講了 組裝我將來有機會再說 因為你不會每天拆裝它 我說我昨天把它組起來 因為為了你介紹 所以我昨天 下午又會來把它組起來 首先它有一塊這樣的電板 這個電板呢 它很棒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是我 看過影響記裡面 我覺得很喜歡的一種 就是它可以這樣就把模型拔下來 輕鬆 上面只要這個面積不要太小都很容易拔下來 然後你裝回去的時候呢 這邊有兩個螺絲 螺絲孔 然後這邊有兩個凹槽 所以當然就是 它是磁鐵喔 這是板子 這是磁鐵 所以呢 你要先 大概靠到一個 對的位置 然後放下去它就瞬間吸上去 瞬間吸上去就好 它不准沒有關係 就說它如果 1mm 2mm的誤差 都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們開機之後它就會做自動校正 下一個 這個叫做 耗材 耗材呢 就是PLA 像這種 一般廠商都是賣1公斤裝的 然後這個粗細要對 因為這裡的噴頭 下去這個有一個固定的直徑 所以這個噴頭應該是0.75的 對不起 跟這裡1.75的 它上面會寫個1.75 拍得到嗎 它會寫個1.75 那這個1.75mm的這個線的直徑 然後最重要是它有一個公斤 它這邊寫1.0公斤 也是會寫一個1.0公斤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它的份量 所以你在剛剛上一節課裡面 所有的那個估算 你就會大概知道它可以運多少 然後這個線呢 就擺在上面 然後這個是可以移動的 也就是說 這個架子呢 它可以稍微移動一下位置 然後呢 這個是可以這樣動 然後它最有一個最特殊的設計呢 就是 這個看起來鬆鬆的 但是他們都喜歡這樣 我看過每一家廠牌 對於這個 這個叫什麼 捲線的這個 這個線盤的固定方式 都是非常slappy 都是這樣 你就是說老師這看起來 沒有設計 對他們就喜歡這樣 這是他們的style 然後呢 最特殊的設計在這裡 這個東西呢 叫斷線 偵測器 也就是你用完了 它這裡裡面 待會開機之後 裡面有個小藍燈 它會去偵測 線有沒有斷 線斷了以後呢 它就會停機 然後把機器停在這裡 等你回來 把線裝上去 所以它不會重印 這樣懂嗎 它叫斷線偵測器 然後這裡的設計也很特殊 你不要以為它這樣壞了 它就是這樣 因為它這裡是這樣 所以它這裡就這樣 很匹配的一個設計 這個 這個插頭如果掉了 當然就沒辦法偵測 然後它裝線很簡單 就是從這個口插下去 像我昨天呢 就是我 因為我從宜蘭回來的時候 這邊是一小段 我們那時候撿掉 整個機器拆掉 所以我就是 它 送進去 印到沒了 都見底了 我就把這個線 趕快拉過來補上去 它就接著印了 這個是這樣印出來 這個是這樣印出來 就是其實它中間斷過線 但是沒插 就是印出來看不出來 然後呢 就是它有一個控制盤 控制盤在這裡 等一下我們會說它怎麼用 所以基本上 它的構造很簡單 但是你要注意它組裝的時候 每一條線呢 都有一個插頭 像這裡有插頭 來 細節來 這裡有插頭 這個是 X軸的插頭 有兩個 然後Z軸的插頭呢 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因為雙Z軸就各有一個 然後Y軸呢 在這裡 Y軸插頭在這裡 通常我們在組裝的時候 Y軸是沒有拆的 Z軸是沒有拆的 會拆的是X軸的插頭 還有這個控制盤的插頭在這裡 來照一下 控制盤的插頭在這裡 然後另外有一組插頭是從 這個裡面來的 應該是什麼的插頭 反正它這裡都有一個對應 不要插錯了 如果你這裡有一個插頭掉了 它就沒辦法用 中間這個插頭是沒用的 所以它給你一個塞子 有點像防塵 那這個將來應該是擴充用的 因為它寫了一個什麼 我看不見 MAX什麼 寫了一個什麼 寫了一個英文字 黃色這寫什麼 擴充嘛 擴展 對不對 擴展什麼 接口 擴展接口 所以將來還有擴充功能 這個我沒用過 那還是這樣 所以我這個 把它保護住 防塵 一個防塵蓋 有什麼部位要介紹 喔 來蹲下來 蹲下來 蹲下來 這邊有四個紅色的輪子 這個設計我很不喜歡 但是它就是這樣設計 這個是調這個床的高低水平的 所以四個角 調四個角的水平 那換句話說 如果一邊高一邊低 它列印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它可能就沒辦法著地 或者是會 擠不出來 因為噴頭被壓住了 所以這個待會我教你們調整 這個調整很重要 那通常我調好之後 我可以用個好幾天都不用再調 那如果萬一三個人調的方式跟你不一樣 你要知道怎麼調 這等一下會介紹 所以它最重要的部位 大概都講完了 好我們開機 機器的 插頭是這一種 就一般的插頭 然後機器的開關在這裡 來拍一下 機器的開關在這裡 好開機 那開機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個螢幕就會出現 來秀一下 螢幕就會出現一個這樣子的畫面 螢幕會出現一個這樣的畫面 然後這個螢幕的畫面呢 就是告訴你說它正在開機 然後 大概 差不多10秒 完了以後呢 它有四個主畫面 一個叫主頁 你就看到 其實就是home page 那這邊是列印用的 然後這個是準備 你按準備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進入一個 歸零的狀態 首先 這個是X頭在歸零 然後它會碰到一個極限開關 極限開關在哪了 等一下它退出來 我們就會看到 Y軸那邊有一個極限開關 這個Y軸極限開關比較好看 在這裡 這是Y軸的極限開關 X軸極限開關在這裡 照一下 這是X軸極限開關 小心手 然後Z軸呢 極限開關在哪 反正它現在正在往Z軸找 我不太確定在哪 反正在somewhere有一個極限開關 Z軸它不是極限開關 它是靠這一個 它有一顆碳針 剛剛有個碳針伸上去又縮下來 伸上去伸下去又縮上來 它一直來回這樣做 所以它Z軸的 那個碳針是應該是它主要的 極限開關 所以它沒有一個 架子上的Z軸的極限開關 它是靠這個碳針 所以這個床的水平變得很重要 因為它現在 X軸歸零完之後 它會走到 X的某個位置 然後Y軸歸零完之後 就會走到Y的某個位置 所以它現在其實在床裡面的 這整個床裡面的某個somewhere 這somewhere其實也不是center center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現在 它甚至連這個碳針都不在center center 大概在接近center center的位置 總而言之它會走到某個位置 然後呢 接下來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呢 很重要的事情來了 我們列印的時候 這個床的位置 對不對呢 要用這個方式來分測 要找一張A4的紙張 我會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你這個不對了 你印不出來了 這個很重要 所以首先呢 我們到 我想一下 首先我們到 設置這裡 設置這裡 很好喔 然後到調屏 然後調屏之後呢 它一樣的 因為進入了設置跟調屏 它又開始做一次X軸 然後又做一次Y軸 有一點浪費時間 沒關係你就讓它走完 因為你現在也不能做什麼 你只能等它 然後呢 它做完這些一系列的 先剛剛是X嘛 先X再Y再Z嘛 然後現在開始做Z 然後它在做Z的時候呢 你注意看它那個探針 其實就是來回伸縮來回伸縮 在做一些 類似在抓零點 抓這個水平面的東西 好 做完這個之後呢 做完這個之後呢 你要按一下輔助調屏 我不是很喜歡自動調屏 自動調屏跟輔助調屏呢 不太一樣 輔助調屏是手動的 但是配合它的 噴頭的移動 來 手動輔助 自動調屏它會一個點一個點去測 可是 我這台自動調屏我到現在還是用的不是很滿意 我就喜歡輔助 自動的話你要按啟動才會開始 那按輔助的話呢就是一個點一個點 它的12345代表的是這個床上面的五個角 就包括Center五個角 比如說我現在按一下2 你就趕快把紙塞到這裡來 它每一次在移動這個噴頭的時候呢 它會 先抬起來再移動 它一定會抬起來一個高度再移動 因為它怕會刮傷你的床 所以它一定會移動 然後像這個狀況呢就是 有一點太緊了 這樣紙會拉破 這樣紙會拉破 就不對了 所以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不確定 再看一個點 我通常會看幾個對角點看一看 像這個就拉破了 拉破就不對了 它應該是什麼感覺呢 它應該是那個紙放下去之後 噴頭跟它的感覺是刮刮的 刮刮的 這個好像對 但是不能刮破紙 但是有一點略解 我再使一個角 所以我一開始不會急著去調下面那個紅色的齒輪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你調它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可能整個水平都不對的 所以你調誰都不對 所以你要先觀察四個角 剛剛這是刮破紙 這個是還蠻OK的 然後這個呢 我們看一下 這好像也會把紙刮破 對不對 等下拉起來就知道 刮破了 刮破了呢 表示這兩個角 嚴重的 太近 床太靠近它 那我們等一下再說怎麼 這個也是有一點太靠近它 這有一點太靠近它 但是比那個點差一點 但這個應該會破 我這個硬拉一定會破 不幸的話你看 沒破 但是拉起來很不順 那因為這兩個角 你看這兩個角 剛剛都刮破了 這兩個角已經 壓到了 所以這個角 拉破機率很高 所以第一種調法就是 我先調下面 我先讓這兩個東西 不會刮 不會把紙刮破 那這個原理是這樣的 紅色這個齒輪 它不是真的齒輪 它就是方便你的手操作 上面那個 橘黃色的彈簧是關鍵 所以這個彈簧現在是把這個 你想像它是個螺絲頭 這邊裡面有個內藏的 公牙的螺帽 所以它現在是被這個彈簧 頂出來了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螺絲 鎖緊的時候 床會被鎖下來 這樣聽得懂嗎 床會被鎖下來 所以鎖緊的方向 你看我們要這樣倒著看 我們要 人要這樣倒著看這個床 人倒著看這個床的時候 順時針 所以從上面看就是逆時針 所以 由下往上看順時針的時候 是把這個床往下拉 所以 由下往上看是順時針 由上往下看就是逆時針 所以我這兩個床呢 我這兩邊的角呢 同時轉一個大概六分之一圈左右 先試一下 然後就很快的 不要轉太多 因為你要感覺一下 好 還是很緊 所以再轉 我把床拉下去 我要把床拉下去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由上往下看是逆時針沒有錯 就拉拉看 欸 快要了 快要可以順順的拉了 還不行 再來一點點 就是一次動一點 也不一定是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剛剛是概念詞 這樣 這個就對了 來拉拉看 每個人都拉拉看 不要怕拉破就拉破了 這是一張紙 你也拉拉看 我幫你拿 每個人都拉拉看 拉那個感覺 就是你要拉 不要怕拉破就拉破了 就是刮刮的 但是不會破 可以嗎 來還給你 然後我們試一下這個角 也就是說 我現在 這個噴頭在X軸跟Y軸上運動的時候 它每次都同一個高度 然後呢 你去拉它 這邊太鬆了 這個叫太鬆 感覺一下 拉拉看 這個太鬆 不是說不好 不是說不好 這樣也印得出來 但是它就很有可能 擠出來的牙膏是比較高的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調回來 我剛剛調過頭了嘛 所以我現在由上往下看 順時針讓彈簧放回來一點 讓這個床 頂高一點 讓這個床頂高一點 這個調屏是最重要的 調屏調不好印不出來 來 再感覺一下 要不要再調 跟剛剛那個接近就對了 差不多 感覺一下 你每個人都要多感覺 感覺幾次 你才會有感覺 來 那我們就 你也拉一下 我們都拿一張A4的紙 這是一般業界的習慣 就拿一張A4的紙 在那邊try 有人說名片有A4的紙 不一定 那名片比較厚嘛 所以可能拉的時候就不一樣 這個我覺得有一點太刮了 你試試看 來一個人就好 一個人試一下 我覺得比剛剛的緊 比剛剛的緊對不對 所以我由上往下 逆時針轉一點 來你拉看 要跟剛剛接近 要下來一點的意思 等一下從那邊拉 還要再緊 還要再下去嗎 闖還要再下嗎 差不多了齁 差不多 好來 再換一個點 所以我們練四個腳點 四個腳點走完之後 最後center有點像驗證 因為四個腳決定的中間就決定了 拉一下 你告訴我要怎麼調 太緊 我可以其實可以 我試一下 比剛剛的緊一點 剛剛的緊一點 盡量的 好就是 來拉拉看 就是大家要一樣 然後最後用中間 那甚至這個程序呢 我剛剛四個腳調了 第二次對不對 我可能會調 我在第三次做個double check 第三次做個double check 這個ok 就double check 最後的double check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你最後會炒米粉 就是因為你沒調好 這裡印得很棒 但印到這裡就死定了 那就死定了 你懂我意思嗎 他不會說 東半邊很好 西半邊沒事 然後南半邊炒米粉 他就沒事 他就有事了 他就會整個炒米粉 再也救不回來了 這個就有一點鬆掉 這有一點鬆掉 有一點鬆掉 我讓他回來一點 因為他在調每個螺絲的時候 像敲敲板 所以他有一個敲敲板的效應 就變成說 你可能還是要再拉回檢查一下 這次檢查完就不用再調了 就差不多了 要準備一張A4的紙 一般影印的紙就可以了 好可以 然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按鍵過來看一下 這兩個按鍵是說 我現在其實是在他的 在他的紀錄裡面 他是一個所謂的-2.2mm 的數值 這個是可以改的 譬如說 我印完一圈之後覺得好像不太對 我可以回來呢 我可以暫停 然後回來這裡呢 把這個機器調高或調低一點 但是每一次他會動0.0 譬如說0.05 譬如說我這樣按一下 他這個機器呢 現在往上一點了 所以會更緊 譬如說我這樣子 我故意這樣子 我剛剛是-2.2 不對 這個是 這個動的不是床 這個動的是 噴頭 所以你拉看 根本就沒吃到 但是我現在如果調回-2.2 再感受一下 這是原來的感覺 然後如果我-2.4 就是讓他的負更多來拉看 應該拉不動 就差了0.2mm 拉不動 破掉了 所以 所以這個是你全部調完之後 可以做了一個動作 懂嗎 你可以這裡做一個整體的調整 但是整體就是這個噴頭 OK 可能因為你破掉了 我要先讓他離開一下 我先讓他離開一下 然後再 再回來 好這個程序大家看懂 OK 就可以很自然出來 好到這邊沒問題吧 好 那再來我們就準備列印了 列印的時候呢 來攝影機 這邊有一個 SD卡 然後另外一種應該是那種 Type-C的 但是我還沒用過 還沒研究 你們下次可以研究看看 我現在都是用這個方式來弄 所以一般的 一般你的這個讀卡機 這一種的 或者是 你們可以用 比較有一種 USB轉USB的 USB轉USB的 知道嗎 我那一個卡 不見 暫時找不到 在這裡 你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轉 那這是一般的 USB Type的 然後這邊可以插卡的 插卡的 那就正負 正反面不要插反 所以我現在呢 我們到這邊操作 那攝影機還是跟著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存了嗎 對不對 我們存在哪裡呢 我們存在 存在AutoCAD的班上 我現在在這裡G-Code 那我們就列印一個有支撐的 看看支撐長什麼樣子 Ctrl C 有時候如果你的SD卡 接觸不好 你就是 怎麼說 你可以 你可以再換成USB什麼Type 反正就自己想辦法解決 然後這個 好的習慣還是退出啦 你不退出的話 有時候 被卡比較傷一點 這個裝的時候不要裝反 它的上下是反的 他是這樣裝的 OK 這是有一個奇怪的 反正它是上下是反的 好 然後呢 我們剛剛不是調完了嗎 所以這個按左鍵回來 然後按打印 我剛剛有複製過去嗎 喔 因為我剛剛的名字是這個 是吧 我剛剛是這個嗎 再檢查一下 有時候呢 我剛剛有複製嗎 剛剛有沒有複製過去 我有點忘記 有啦 有啦 我剛剛是3D Printer Practice 那因為我前面的名字呢 取得太長了 就它 這台Slicer 它會自動給你加上這個擋棚 那你最後那個擋名會看不見 這樣反而不好 所以我就習慣 就是 用你自己的 OK OK 所以這樣你比較不會 Wonder 是不是 選錯檔案了 然後它裡面好像可以一次存16個 也就是說你 16個以後它好像會看不到 我們之前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可以試試看 但是 反正 好 再按一次打印 有啦 我們TEST3D 這個是我昨天印的這個100x100 這個是我昨天印的 所以你就上下鍵你就可以選到 為什麼 為什麼它下面那個沒辦法開 喔 不是啦 要這樣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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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 用點的 剛剛那個上下鍵是翻頁的意思 所以我下一頁是空的嘛 因為這個 不太習慣 所以我選它 確定選到它就會出現在 名字就會出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print了 我們就按print 那print之後呢 因為你剛剛設定的溫度是200 然後你設定的床的溫度是40 所以它會開始呢 噴頭會開始加熱 然後這個床也開始加熱 然後這個床也開始加熱 噴頭為什麼沒加熱 噴頭應該要開始加熱 等一下吧 沒關係 就是我猜 我昨天有 我昨天有 我昨天有修過這個東西 昨天這個插頭掉了 可能是因為我 之前拆解的時候 這個插頭掉了 這個插頭應該是跟 噴頭加溫是有關係的 因為它的下方就是噴頭 它的下方是噴頭 鏡頭可以照一下 它的噴頭就是那個 圓錐形的東西 這個是它的噴頭 然後 I don't know why 反正後來 插頭插回去了 這個可以插回 這個是 這個也是可以 這個也是可以拆的 就是我們在拆機器的時候 這個是可以拆的 反正後來都確定了 昨天也硬了 應該是沒問題 對 所以我們等到它床 你回到這裡來 所以等到它床呢 從 原來的室溫加熱到40度的時候 這個噴頭上面這個 這一組是噴頭的溫度 這個噴頭的溫度才會是 一個正常的顯示這樣 詠儀你會剪影片嗎 你找時間幫我剪 因為我在想 這一段啊 可能要剪在 我把這個 這一段可能要剪在 在這一段的 右下角或什麼之類的 就變成要雙螢幕了 這種有沒有剪過 不知道 不行的話就算了 我就分開影片也可以 沒事 好有了 可是它的 噴頭的溫度一直沒有上來 跟昨天一樣的狀況 你看它熱床已經到了 已經到40度了 有了 有了有了有了 可是動了一下又沒動 有點狀況 像昨天這樣就是到到最後我就是它那個噴頭就 跳一個訊息出來說什麼有有故障 後來我才發現我那個掉了 好慢喔 溫度異常 溫度異常 好慢喔 什麼呢 可是我昨天裝好也列印完了 昨天裝好也列印完了 所以會是什麼東西掉線了嗎 這時候你發現 這時候一個狀況是 這時候你按什麼它都不理你 那就是關機 不要怕就是關機 關機然後稍微等它機器 隔個5秒再reset完 床是熱的啦 摸摸看 床是熱的 感受一下這個是40度 40度基本上不會燙人 很燙 但是這個這個溫度是溫泉的溫度啊 我們泡溫泉就這個溫度啊 在想是不是什麼東西掉了 嗯 呃繼續對 沒有會議沒事 我們這次開機之後呢 我教各位另外一個東西 直接去看溫控 來 我們到 設置吧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 PLA預熱 PLA預熱裝 設置 噴嘴溫度呢 我就給它200 OK 打勾 然後到主頁 看它有沒有動 發生什麼事 我們剛剛的檔案 GCODE檔案裡面應該設定是200度 對 200度 欸在動啦 27 有啊 2627 它不會那麼慢啦 通常不會那麼慢 所以我現在開始在懷疑是不是那個插頭剛剛不穩 如果它待會跳到28就是 有可能 可是又沒有了 這邊有點緊 也有可能 但是我 我先再給它一點時間 但通常不會那麼慢 好 那 我再試一個 是 不會是準備 不會是打印 一定是設置 一定是設備嗎 不是設備 PLA溫度 噴嘴溫度 100 我先給它100 打勾 沒有在動 好 我們關機好了 我現在把這個 插頭重插一下 正常應該是不需要這個動作 這個插頭是有防呆的 它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 在這裡保護著 然後防呆的意思就是 它這裡有個凸起 這裡有個凸起 所以它照理講是防呆的 把它插好一點 然後這邊有 其實插下去它這兩個扣子會扣上來 那另外一個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可是我昨天還特別用了 熱熔膠把它黏好了 因為昨天掉了 掉了之後 我有熱熔膠黏上去了 那它現在的噴頭 是給我搞什麼 飛機啊 噴頭完全沒有加油 One more time 就是插頭插一插 你只能這樣子 還是這裡 這裡有動到嗎 當然有壓到什麼 應該不至於齁 好來 One more time 是一樣 直接到噴頭 這時候歸零什麼都沒意義 噴頭沒加熱就沒意義了 所以 一定要先讓噴頭能夠 啟動 噴頭能夠加熱 噴頭不加熱就 Game over 再One more time 設置 它可以ABS 所以在這個過程沒有發現了 它除了裝PLA 它也可以做ABS 剛剛上課忘了講 ABS大概要到220 你在使用噴頭加熱的時候 大概要到220 我們試試看嘛 所以如果 噴嘴溫度 是一樣200 再一次 然後熱喘溫度 40 我們都這樣寫 然後打勾 然後看看回頭 看它有沒有在動 它已經到36了 噴頭還是沒有動 那如果萬一今天噴頭有問題 怎麼辦 昨天沒問題 昨天後來都硬 3536 它的噴頭有在 它的熱床有在熱 好像也沒在動 它這好像是剛剛的溫度 它沒有往40度跑 還是是因為現在沒有漏檔案 是因為沒有漏檔案嗎 好啦我們再試一下 應該不是準備 準備看起來是 好啦 反正它一定要歸零 我給它歸零 我看一次它會歸零 它就先X X碰一下再回去 Y碰一下再回去 然後Z 它會回到某一個 所謂的XY的某個點 然後往Z軸跑 那它現在是雙Z軸的運動 我沒話找話講 然後再看探針 探針會來回伸縮 探針會來回伸縮 OK 好來 啊這裡啦 所以我要到準備 不是設置 設置沒有用 那個設置其實我一直搞不懂 有時候那個設置 應該是要到準備 然後到手動設溫 這樣子我就可以知道噴頭溫度會不會加了 這樣馬上就知道了 熱床溫度40 然後到主頁來看 有了啦 欸跑了 有沒有 現在 現在是反而那個噴嘴加的很快 一次已經到50度了 那個 床也上來30度 反正 床沒有加熱 噴頭沒有加熱 你的機器就出問題了 機器出問題的時候搖一搖長 我剛剛也沒做什麼 我剛剛要做什麼 沒有啊 我就把那側頭再稍微塞緊一點 為什麼沒幹什麼 這個降熱很快 已經到100度了 現在你摸就燙傷了 那剛剛也歸零過了嘛 然後現在也是在負2.2 檢查一下 Z軸的 所謂相對位置 在負2.2是對的 所以 理論上不用再校準一次 不用再校準 因為校準我們做過了 然後呢 就等著他去列印 那他一定會到床 到你設定G code設定的40度 然後噴頭到你G code設定的200度 才會開始列印 那列印的時候呢 他還會再做一次校正 然後這個一次校正也是只有這個 噴頭本身的一個 XYZ的一個校正 也就是說這時候你調他都會太危險 你不能再去調下面的這個模式 太危險了 所以他自己會去做一個校正 校正完也是他自己的事 然後完了以後呢 他會開始列印 列印的時候 他會先在這裡拉兩條 然後接下來待會會在你的外面 做一個外圍的 所謂的 就是一個外圍的設定 然後就開始列印這樣的東西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觀察這兩條 跟那個外圍 有沒有在 你預設的一個 出那個線的一個 厚薄感 那個厚薄感是會很明顯的 待會就會看到 然後那個厚薄感對了 那厚薄感對了 就 就讓他一直印下去 厚薄感錯了 你可以暫停也可以取消 我們等一下看這樣子 所以現在到了 到了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 我們沒有按打印 對不起 我們忘了按打印 所以呢 這時候其實熱玩床 熱玩 噴頭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動 因為呢 因為你並沒有按列印 對不對 所以我這時候按打印 然後剛剛是這一個 然後按 Play 那他其實因為剛剛床已經熱過了 噴頭也熱過了 所以他應該很快就會啟動 歸零 等一下齁 應該很快就會啟動 他現在是在等什麼 他現在是在等什麼 有了有了有了 好 提高了 提高之後 第一件事呢 他其實噴頭熱了 他噴頭熱了就會自動擠出這個東西 你不一定要把它撕掉 你不一定要把它撕掉 然後呢 他剛剛做了 XY軸的歸零之後 他現在再做一次Z軸歸零 然後他就會到這裡噴兩條 給你看 好 一樣的 這個都是多的 你可以把它拉掉 萬一他影響到你列印的路徑呢 比較麻煩 來這是他的第一條 那他的第一條呢 就是因為前面 剛開始熱嘛 所以前面那段牙膏不是很順 後面有沒有 第二條就順了 基本上我已經不太擔心他了 然後接下來觀察他列印的外圍 那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的 有時候會再稍微寬一點 他壓的夠緊他會寬一點 那壓的如果太高 就是他噴頭太高 他會有點像浮在上面 那你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會覺得他是個圓柱體浮在上面 那就是你的床太低了 懂嗎 所以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所以他就會開始列印了 那我們剛剛說這個是 十七分 十九分嘛 我們就會 讓他慢慢的列印 那你可以稍微觀察一下他的 這個 然後他現在因為中間 他有印那個嗎 有嗎 他有印那個音匠 也就是所謂的支撐材 一般業界叫支撐 或支撐材料的材 支撐材 那這個支撐材看起來是 就是按照我們家的G扣軸 然後列印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剛剛設定的是15%對不對 我們剛剛是不是設定密度是15% 所以你待會會發現呢 在底座的四層印完了以後 底座的四層印完之後 他上面接下來就會印得非常的稀疏 因為15%是很稀疏的 所以他每一層都是這樣的走法 也就是他要走完這一層所需要 搭建的實際的材料 不管是外圍內部填充或是支撐材 他都做完這一層才會再走下一層 然後他走下一層的方式就是用Z軸提高 然後印下一層 Z軸提高印下一層 然後每一次提高0.2 OK 好 那我們這一階段的錄影先到這裡吧 先這樣 OK 我們剛剛要解釋兩件事 就是說他印完了 剛剛那邊有錄啦 沒關係 我們就是說印完的時候 剛剛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他從15%最後封底了 下次 如果有機會大家能夠仔細的觀察 把他錄下來 然後第二個是他一錄完之後這邊就會開始迅速的降溫 不管是噴頭或床都會開始降溫 那床降的比較慢 因為床面積大 聽得懂嗎 床的面積大 所以他的質量大 所以你們以前如果學過一個公司叫H等於MST T 那質量大他的T就會慢 他的熱量散失慢 噴頭只有那麼一點點 所以噴頭現在已經 講完話大概一分多鐘已經降了五六十度 好我們接下來要介紹這個東西 打印完成你可以 這個打勾按一下他就結束了 然後反正就沒印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要講的是設置 是設置嗎 不對是準備 然後呢我要趕快把他拔起來 因為他 這個東西呢如果待會讓他過來之後撞到他呢就會有問題 所以趕快偷偷的拔起來 然後這個最好是用什麼你知道嗎 最好是用 很細的美工刀 刮刀 比較容易傷這個面 刮刀在這裡 這個他的品質不是很好 除非我自己重新買一把 他這個品質不是很好 所以刮的時候會很多刮痕 那我通常是拿那個比較 大隻的美工刀從旁邊這樣削下去 就完全不會傷桌面 完全不會傷桌面 然後比較容易的是他的原點 他有一個原爆點 他的探針在這裡原爆點其實是在這裡 就是他的噴頭 第一次下去的點 大概在這裡 盡量不要刮傷 反正東西用就會壞 然後這塊應該也可以買得到 好我現在要這樣呢 我們到準備然後到手 手動攝溫 然後到 預熱PLA 是嗎 還是 噴嘴溫度200 噴嘴溫度200 然後 我看到 這裡應該是按淨料 對不起應該是按淨料 也就是說如果我覺得 他不順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順的時候 我剛才先預熱的噴嘴 那你當然如果你按的淨料 他也會把它預熱上來 看你原來的 設置這裡面 設置多少 記得嗎 設置這裡面不是有一個 POA預熱嗎 之類的 那如果你在準備這裡呢 你在淨料的時候呢 你要淨料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加熱 反正我剛才已經加熱 所以他現在正在往上升 然後這時候我按淨料 這裡的單位是MM 譬如說 我現在噴頭不順 一個方法是從上面用力搓 讓他擠得比較用力一點 但是 通常他自己這邊有個滾輪會把 像那個焊接機這樣 他會把這個料呢 一直往下擠 原因不明 但是呢 如果真的不順的時候 你可以來這邊 譬如說我先淨個5MM 好這樣5 所以他到200度之後呢 開始走 然後你就可以蹲下來看 他是這樣子出濕的 像那個 殘寶寶 殘寶寶吐濕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會 這一段會走個5MM 然後就停了 5MM好像很快 如果這個滾輪沒有在動的 就是停 沒有在動了嗎 好像停了 來 我們在今天大放鬆 我們再來一個 直接走到20 就是加15的意思 米粉 這就是米粉湯的由來 他是這樣擠 所以這樣出濕是很OK的 那 出濕不順的時候 你就是 想辦法再讓他 我們叫出濕 或者這裡叫淨料 大陸他們叫淨料 出濕或淨料 反正就是想辦法把這個 再通一通 通 通油管 通什麼水管的概念 這樣大家懂嗎 OK OK 那如果這個滾輪不動 就是結束了 就這樣 然後 如果你沒有要繼續用了 你可以 譬如說 好像剛剛有一個 手動色溫 然後一鍵冷卻 就讓他冷卻了 那最好是 等到他 冷卻以後 他開始冷卻了 就等到他 整個溫度降到室溫的時候 再關機比較好 那像我昨天晚上 因為比較沒有耐心 我不知道跟今天早上 溫度沒有上去有沒有關係 反正我昨天就是 印完這個 因為這個 本來高度設定5mm 所以我昨天晚上是 印到大概 這麼高的時候 我就 不想印了 就中止 那中止之後 我大概10秒鐘就關機 所以不管他有沒有冷卻 這個對機器會比較不好 顯然是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剛剛好像有點出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好有沒有其他要問問題的 那現在這個 可以直接斷線嗎 等一下你可以拉出來 用拉就好 就直接 拉出來 他已經硬化了 然後順便我們繼續錄 這個剛剛不是有支撐材嗎 那通常用手應該扒得掉 那像這個比較緊 因為他現在冷卻了 冷卻了之後 有時候扒得比較緊 我們就拿一個工具之類的 美工刀啊 鉗子什麼都可以 就這樣把它夾掉 然後剩下當然這就是要稍微修飾啦 因為你原來是個圓弧面 圓弧面 照得清楚嗎 圓弧面 這圓弧面不ok 當然就是要靠美工刀啊 靠一些 但是小心喔 砂紙 砂紙 還有那種磕磨機 小的那種磕磨機 打磨機 千萬不要用 砂紙用的時候要很慢 因為快的時候他就融化了 通常說法是 80度會開始軟化 80度就軟化 你想要快速摩擦就80度 所以80度就軟化了 然後呢 他真正的像擠成這種融融狀的 融融狀的狀態就是 大概要100多 100多多少不是少 反正他最適合 這台設計的溫度是200 所以 你用砂紙用科模機用它要小心 基本上 失敗率很高 你就會把表面再融化一次 也不一定不好啦 就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沒有其他問題 我問題現在問我們就把它入進去 砂紙會磨擦身熱嗎 你慢慢磨可以 但是如果一般我們用砂紙這樣 這樣有沒有 這樣的時候他 那個熱很快就會飆到80度 就軟化了 你等一下可以試然後就會開始像那個熱熔膠 很有趣 這個是支撐材 誰喜歡的帶回去 做經驗 如果圓弧形的東西 像我剛剛那個眼皮嘛 對 我就沒有支撐材 但是因為我下面有底啊 我是從底部開始慢慢往上漲 對他他其實漲得很順利 怎麼說他其實當初裂硬的時候 他就是這樣子 一直一層一層這樣子 眼睛那兩個中間就死硬了 我沒有動啊 我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球是裡面 我球是 球是眼球 的背面朝下 然後眼球是這樣長上來 所以動在最頂 我給你看吼 我其實有那個 我有當初有個相簿 有沒有 上來 第一組 第一組 再把一組成間 那一組成間 這組成間 然後 我練印的時候 我當初做了很多拍照 這個可以拍沒關係 當時 我剛買的時候 我還記錄了一些 然後 這個是我眼皮的錄 印法 眼皮就是這樣印 所以這是外圍嘛 印完外圓 然後下面就慢慢漲上來了 我沒有設任何自身材 沒有自身材 所以你的零件設計很重要 你要繪畫AUTOCAD的時候 你零件設計的好 你不用支撐材 如果你把它擺成這樣就完蛋了嘛 那就是一堆支撐材 然後像眼球我應該也有 眼球我是這樣錄的 對 來看一下 眼球我是長這個樣子印的 就這樣印 然後裡面大概也是15%之類的 然後它有支撐材 這個叫支撐材 對 這個是支撐材 沒有 因為我的零件構造比較複雜 等一下看後面就知道 這個其實是裡面啦 但是它下面應該是有支撐材的 我印象中是有 是有的 它是封頂 對封頂 然後這個就是支撐材 這個是要夾掉的 那你設計 因為它這個大圓洞啦 所以你在一層一層疊上去的過程裡面 如果它沒有這個支撐材 就跟剛剛那個拱一樣 對不對 它沒有這個支撐材 它會塌下來 所以它這個大圓洞是一定要 小圓洞如果是那種 3mm 5mm的 它不會給你支撐 你可以不要支撐材 你就 好像都還可以 不會塌下來 然後 這是要夾掉的支撐材 所以其實還蠻多的 即便我這個球 設計成這樣蓋下去 它是需要支撐材 很幸運的玩弹 就這樣很暴力的 就一堆魚死往後 這樣把它夾出來 很暴力的 也沒辦法 就只能這樣 然後那時候有一點用力過猛 就裂掉了 後來就三秒焦 這個也蠻好看的 對啊 這都蠻好看的 蠻有趣的 3D裂是很有趣的一個工作 然後這三秒焦黏好之後 修復的樣子 所以這個沒問題 清乾淨 所以它還是有支撐材 支撐材要清乾淨 然後取支撐材的時候要小心 可能會 用力過 就裂掉了 OK 那我們等一下就 最後就是我作業會出在醫學員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你們的 鐵管的作業 好吧 那我們就先 拍到這裡 好 好繼續 繼續 呃 對 繼續了 好 它等於是電了另外一個檔案了 所以 我們現在呢 開始來 上機 好 那稍微講解一下 它各部分的構造 首先 你拿紙吧 我比較喜歡 可能 所以 重來 重錄 沒關係 沒關係 好 首先呢 我們這台機器呢 它有 四台步進馬達 這一台 這台負責它的 歪軸的前進 我們叫歪軸 然後這一台呢 負責 X軸的前進 在這裡 對這個是Y軸 這是X軸 然後有兩個Z軸 它叫雙Z軸 這兩個我現在手指的這兩個叫雙Z軸 也就是說它如果單邊Z軸也有 很多音表就是單邊Z軸 那雙Z軸的時候它就是出力會比較平均 那你現在看我做的動作呢 你將來也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要知道你在幹嘛 比如說我轉一轉好好玩 你要知道你在幹嘛 你可以這樣轉 因為現在機器是關機的狀態 沒有通電的狀態 所以 所有的步進馬達都是free的 因為它沒有開電嘛 所以 那像這個 這個是Y軸 所以它靠著一個皮帶在傳動 然後這個是X軸 X軸呢 靠的是X軸在這裡 那它這邊也是有個皮帶 看得到嗎 這個皮帶在傳動 那雙Z軸的話呢 是透過這個螺桿 所以這個螺桿如果不乾淨或怎麼樣的話 也被卡住或怎麼樣 所以它基本上會一起動 那你在 你在動的時候盡量是兩邊一起動 因為你現在沒有動力 你現在是用手指頭在動它 所以你要用手一起動 動起來不複雜 動起來不會很 很 來試一下 試一下 Anyone 要兩隻手一起 你可以感覺一下 不算累啦 不算累 OK 對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OK 好 到這邊呢 都沒什麼大問題 那接下來呢 我就要講它的其他部位 那組裝就不講了 組裝 將來有機會再說 因為你不會每天拆裝它 我昨天把它組起來 因為為了你介紹 我昨天 下午又回來把它組起來 首先它有一塊這樣的電板 這個電板呢 它很棒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 是我看過影響機裡面 我覺得很喜歡的一種 就是 它可以這樣就把模型拔下來 輕鬆 上面只要這個面積 不要太小 都很容易拔下來 然後你裝回去的時候呢 這邊有兩個螺絲 螺絲孔 然後這邊有兩個凹槽 所以當然就是 它是磁鐵喔 那是板子 這是磁鐵 所以呢 你要先 大概靠到一個 背的位置 然後放下去 它就會瞬間吸上去 它不准沒有關係 就是說它如果 1mm 2mm的誤差 都沒有關係 因為呢 我們開機之後 它就會做自動校正 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叫做 耗材 耗材呢 就是PLA 像這種 一般廠商都是賣 一公斤裝的 然後這個粗細要對 因為這裡的噴頭 下去 這個有一個固定的直徑 所以這個噴頭 應該是0.75的 對不起 跟這1.75的 它上面會寫個1.75 拍得到嗎 它會寫個1.75 那這個1.75mm的這個線的直徑 然後最重要是它有一個公斤 它這邊寫1.0公斤 也是會寫一個1.0公斤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它的份量 所以你在剛剛上一節的課裡面 所有的那個估算 你就大概知道它可以用多少 然後這個線呢 就擺在上面 然後這個是可以移動的 也就是說這個架子呢 它可以稍微移動一下位置 然後呢 這個是可以這樣動 然後它有一個最特殊的設計呢 就是 這個看起來鬆鬆的 但是它們都喜歡這樣 我看過每一家廠牌對於這個 這個叫什麼 捲線的這個 這個線盤 的固定方式 都是非常sluffy 都是這樣 我就說老師這看起來 沒有設計 他們就喜歡這樣 這是他們的style 然後呢 最特殊的設計在這裡 這個東西呢 叫斷線 偵測器 也就是你用完了 它這裡裡面 待會開機之後 裡面有個小藍燈 它會去偵測 線有沒有斷 線斷了以後呢 它就會停機 然後把機器停在這裡 等你回來 把線裝上去 所以它不會從印 這樣懂嗎 它這個斷線偵測器 然後這裡的設計也很特殊 你不要以為它這樣壞了 它就是這樣 因為它這裡是這樣 所以它這裡就這樣 很匹配的一個設計 這個插頭如果掉了 當然就沒辦法偵測 然後它裝線很簡單 就是從這個口插下去 像我昨天呢 就是 因為我從宜蘭回來的時候 我這邊是一小段 那時候剪掉 整個機器拆掉 所以我就是 它 送進去 印到沒了 都見底了 我就把這個線 趕快拉過來補上去 它就接著印了 這個是這樣印出來 這個是這樣印出來 其實它中間斷過線 但是沒插 印出來看不出來 然後呢 就是它有一個控制盤 控制盤在這裡 我們會說它怎麼用 所以基本上 它的構造很簡單 但是你要注意它組裝的時候 每一條線呢 都有一個插頭 像這裡有插頭 細節來 這裡有插頭 這個是 X軸的插頭 有兩個 然後Z軸的插頭呢 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因為雙Z軸就各有一個 然後Y軸呢 在這裡 Y軸插頭在這裡 通常我們在組裝的時候 Y軸是沒有拆的 Z軸是沒有拆的 會拆的是 X軸的插頭 還有這個控制盤的插頭在這裡 照一下 控制盤的插頭在這裡 然後另外有一組插頭是從 這個裡面來的應該是 什麼的插頭 不管反正這裡都有一個對應 不要插錯了 如果你這裡有一個插頭掉了 它就沒辦法用 中間這個插頭是沒用的 所以它給你一個Size 有點像防塵的 這個將來應該是擴充用的 因為它寫了一個什麼 我看不見 Maps 什麼 寫了一個什麼 寫了一個英文字 黃色的寫什麼 擴充嘛 擴展 對不對 擴展什麼 接口 接口 擴展接口 所以將來還有擴充功能 不過我沒有用過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這個 把它保護住 防塵 防塵蓋 有什麼部位要介紹 蹲下來 蹲下來 這邊有四個紅色的輪子 這個設計我很不喜歡 但是它就是這樣設計 這個是調這個床的高低水平的 所以四個角 調四個角的水平 那換句話說 如果一邊高一邊低 它列印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它可能就沒辦法著地 或者是會 擠不出來 因為噴頭被 壓住了 所以這個待會 我會教你們調整 這個調整很重要 那通常我調好之後 我可以用個好幾天都不用再調 那如果萬一 上個人調的方式跟你不一樣 你要知道怎麼調 這等一下會介紹 所以它最重要的部位 大概都講完了 我們開機 機器的 插頭是這一種 就一般的插頭 然後機器的開關在這裡 來拍一下 機器的開關在這裡 OK 開機 那開機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裡 螢幕就會出現 來秀一下 螢幕就會出現一個這樣子的畫面 螢幕會出現一個這樣子的畫面 然後這個螢幕的畫面呢 就是告訴你說 它正在開機 然後 大概 差不多10秒 完了以後呢 它有四個主畫面 一個叫主頁 你會看到 其實就是home page 那這邊是列印用的 然後這個是準備 你按準備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進入一個歸零的狀態 首先 這個是x軸在歸零 然後它會碰到一個極限開關 極限開關在哪呢 等一下它退出來 我們就會看到 Y軸那邊有一個極限開關 這個Y軸極限開關比較好看 在這裡 這是Y軸的極限開關 X軸極限開關在這裡 照一下 這是X軸極限開關 小心手 然後Z軸呢 極限開關在哪呢 反正它現在正在往Z軸找 我不太確定在哪 反正在上面有一個極限開關 Z軸它不是極限開關 它是靠這一個 它有一顆探針 剛剛有個探針升上去又縮下來 升上去又縮上來 它一直來回這樣做 所以它Z軸的 那個探針應該是它主要的 極限開關 所以它沒有一個 架子上的Z軸極限開關 它是靠這個探針 所以這個床的水平變得很重要 因為它現在 X軸歸零完之後它會走到X的某個位置 然後Y軸歸零完之後就會走到Y的某個位置 所以它現在其實是在床裡面的 這整個床裡面的某個 Somware 這Somware其實也不是Center Center 有沒有注意到 它甚至連這個探針都不在Center Center 大概在接近Center Center的位置 總而言之它會走到某個位置 然後 接下來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很重要的事情來了 我們裂印的時候這個床的位置 對不對 要用這個方式來偵測 要找一張A4的紙張 我會示範一次給各位看 你這個不對了 你印不出來的 這個很重要 所以首先我們到 我想一下 首先我們到 設置這裡 設置這裡 然後到調屏 然後調屏之後 它一樣的 因為進入了設置跟調屏 它又開始做一次X軸 然後做一次Y軸 這有點浪費時間 沒關係你就讓它走完 因為你現在也不能做什麼 你只能等它 然後它做完這些一系列的 先剛剛是X 先X再Y再Z 然後現在開始做Z 然後它在做Z的時候 你注意看它那個探針 其實就是來回伸縮來回伸縮 在做一些類似在抓零點 抓這個水平面的東西 好 做完這個之後呢 做完這個之後呢 你要按一下輔助調屏 我不是很喜歡自動調屏 自動調屏跟輔助調屏 不太一樣 輔助調屏是手動的 但是配合它的 噴頭的移動 來 手動輔助 自動調屏它會一個點一個點去測 可是 我這台自動調屏我到現在還是用的不是很滿意 我就喜歡輔助 自動的話你要按啟動才會開始 那按輔助的話呢 就是一個點一個點 它的1235代表的是這個床上面的五個角 就包括Center五個角 比如說我現在按一下2 你就趕快把紙塞到這裡來 它每一次在移動這個噴頭的時候呢 它會 先抬起來再移動 它一定會抬起來一個高度再移動 因為它怕會刮傷你的床 所以它一定會移動 然後像這個狀況呢就是 有一點太緊 這樣紙會拉破 這樣紙會拉破就不對了 所以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不確定 再看一個點 我通常會看幾個對角點 看一看 像這個就拉破了 拉破就不對了 它應該是什麼感覺呢 它應該是那個紙放下去之後噴頭跟它的感覺是刮刮的 刮刮的 這個好像對了 但是不能刮破紙 但是有一點略緊 我再使一個角 所以我一開始不會急著去調下面那個紅色的齒輪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你調它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可能整個水平都不對了 所以你調誰都不對 所以你要先觀察四個角 剛剛這是刮破紙 這個是還蠻OK的 然後這個呢 我們看一下 這好像也會把紙刮破 對不對 等下拉起來就知道 刮破了 刮破了呢 表示這兩個角 嚴重的 太近 床太靠近它 那我們等一下再說什麼 這個也是有一點太靠近它 這有一點太靠近它 但是比那個點差一點 這個應該會破 我這個硬拉一定會破 不信的話你看 沒破 但是 拉起來很不順 那因為這兩個角 你看這兩個角 剛剛都刮破了 這兩個角已經 壓到了 所以這個角 拉破的機率很高 所以第一種調法就是 我先調下面 我先讓這兩個東西不會刮 不會把紙刮破 那這個原理是這樣的 紅色這個齒輪 它不是真的齒輪 它就是方便你的手操作 上面那個 橘黃色的彈簧是關鍵 所以這個彈簧現在是把這個 你想像它是個螺絲頭 這邊裡面有個內藏的 公牙的螺帽 所以它現在是被這個 彈簧頂出來了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螺絲 鎖緊的時候 床會被鎖下來 這樣聽得懂嗎 床會被鎖下來 所以鎖緊的方向我們要這樣 倒著看我們要 人要這樣倒著看這個床 人倒著看這個床的時候 順時針 所以從上面看就是逆時針 所以 由下往上看順時針的時候 是把這個床往下拉 所以 由下往上看是順時針 由上往下看就是逆時針 所以我這兩個床 我這兩邊的腳 同時轉一個大概六分之一圈左右 先試一下 然後就很快的 不要轉太多因為你要感覺一下 還是很緊 所以再轉 我把床拉下去 我要把床拉下去 所以是這樣轉 所以由上往下看是逆時針沒有錯 快要了 快要可以順順地拉了 還不行 再來一點點 有一次動一點 也不一定是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剛剛是概念詞 這個就對 每個人都拉拉看 拉破就拉破了 就是一張紙 你也拉拉看 我幫你拉 每個人都拉拉看 拉那個感覺 也就是你要拉 不要怕拉破就拉破 就是刮刮的 但是不會破 可以嗎 然後我們試一下這個腳 也就是說 我現在 這個噴頭在X軸跟Y軸上運動的時候 它每次都同一個高度 然後呢 你去拉它 這邊太鬆了 這個叫太鬆 感覺一下 拉拉看 這個太鬆 不是說不好 不是說不好 這樣也印得出來 但是它就很有可能 擠出來的牙膏是比較高的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呢我可以把它調回來 我剛剛調過頭了嘛 所以我現在由上往下 看順時針讓彈簧放回來一點 讓這個床 頂高一點 讓這個床頂高一點 這個調平是最重要 調平調不好印不出來 再感覺一下 要不要再調 跟剛剛那個接近就對了 差不多 感覺一下 每個人都要多感覺 感覺幾次 你才會有感覺 好來 那我們就 拉一下 我們都拿一張A4的紙 這是一般業界的習慣 就拿一張A4的紙 在那邊try 有人說 名片 有人說A4的紙 不一定 那名片比較厚嘛 所以可能拉的時候 又不一樣 這個我覺得 有一點太刮了 你試試看 一個人就好 一個人試一下 我覺得 比剛剛的緊 比剛剛的緊對不對 所以我由上往下 逆時針轉一點 來你拉拉看 要跟剛剛接近 可以再緊 再下來一點 要從那邊拉 還要再緊 還要再下去嗎 床還要再下嗎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再換一個點 所以我們念四個腳點 四個腳點走完之後 最後center有點像驗證 因為四個腳決定的中間就決定了 拉一下 告訴我要怎麼調 太緊 我覺得其實可以 可以好 我試一下 比剛剛的緊一點 比剛剛的緊一點 盡量的 就是來 拉拉看 懂了 就是大家要一樣 然後最後用中間 那甚至這個程序呢 我剛剛四個腳調了第二次 對不對 我可能會調 我在第三次做個double check 第三次做個double check 這個ok 就是double check 最後的double check 不要小看這個動作 你最後會炒米粉 就是因為你沒調好 這裡印的很棒 但印到這裡就死定了 那就死定了 懂意思嗎 他不會說 東半邊很好 西半邊沒事 然後南半邊炒米粉 他就沒事 他就有事了 他就會整個炒米粉 再也就不回來了 ok 這個就有一點鬆掉 這有一點鬆掉 有點鬆掉 讓他回來一點 因為他 在調每個螺絲的時候 像敲敲板 所以他有個敲敲板的效應 就變成說 可能還是要再拉回 檢查一下 這次檢查完就不用再調了 就差不多了 要準備一張A4的紙 一般影印的紙就可以了 好可以 然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按鍵過來看一下 這兩個按鍵是說 我現在其實是在他的 在他的紀錄裡面 他是一個所謂的-2.2mm 的數值 這個是可以改的 譬如說 我印完一圈之後覺得好像不太對 我可以回來呢 我可以暫停A1 然後回來這裡呢 把這個機器調高 或調低一點 但是每一次他會動0.5 譬如說0.05 譬如說我這樣按一下 他這個機器呢 現在往上一點 所以會更緊 譬如說我這樣 我故意這樣子 我剛剛是-2.2 不對 這個是 這個動的不是床 這個動的是 噴頭 所以你拉看 根本就沒吃到了 但是我現在如果調A-2.2 來 再感受一下 這是原來的感覺 然後如果我-2.4 就是讓他的負更多來拉看 應該拉不動 拉看 就差了0.2mm 拉不動 破掉了 所以 所以這個是你全部調完之後可以做的一個動作 懂嗎你可以這裡做一個整體的調整 但是整體就是這個噴頭 OK 可能因為你破掉了 我要先讓他 離開一下 我先讓他離開一下 然後再 再回來 這個程序大家看懂 OK 就可以很自然出來 好到這邊沒問題吧 好 那再來我們就準備列印了 列印的時候呢 攝影機 這邊有一個 SD卡 然後另外一種應該是那種 Type-C的 但是我還沒用過 還沒研究 你們下次可以研究看看 我現在都是用這個方式在弄 所以一般的 一般你的這個讀卡機 這一種的 或者是 你們可以用 比較有一種USB轉SD的 SB轉USB的 知道嗎 有那個卡 不見 暫時找不到 在這裡 你們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轉 那這是一般的 USB type的 然後這邊可以插卡 插卡 那就正負 正反面不要插反 所以我現在呢 我們到這邊操作 攝影機還是跟著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存了嗎 對不對 對 我們存在哪裡呢 我們存在 AutoCade的班上 我現在在這裡 Gcode 那我們就列印一個有 支撐的 看看支撐長什麼樣子 C 有時候如果你的SD卡 接觸不好 你就是 怎麼說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再換成 USB什麼Type 反正就自己想辦法解決 然後這個 好的習慣還是退出啦 你不退出的話 有時候 對卡比較傷一點 這個裝的時候不要裝反 他的上下是反的 他是這樣裝的 就是有一個奇怪的 他就是 反正他是上下要是反 好 然後呢 我們剛剛不是調完了嗎 所以這個按左鍵 回來 按打印 我剛剛有 複製過去 因為我剛剛的 名字是這個 我剛剛是這個嗎 再檢查一下 有時候呢 我剛剛有複製嗎 剛好沒有複製過去 有點忘記了 有啦 我剛剛是3D Printer Practice 那因為我前面的名字呢 取得太長了 就他 這台Slicer 他會自動給你加上這個檔頭 但是 那你最後那個檔名會看不見 這樣反而不好 所以我就習慣 就是 用你自己的 OK 所以這樣你比較不會 Wonder是不是 選錯檔案了 然後他裡面好像可以一次存16個 也就是說你 16個以後他好像會看不到 我們之前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可以試試看 但是 反正 再按一次打印 有了 我們Test 3D 這個是我昨天印的這個100x100 這個是我昨天印的 所以你就 上下鍵你就可以選到 為什麼他下面那個沒辦法開 喔 不是啦 要這樣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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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用點的 剛剛那個上下鍵是翻頁的意思 所以我下一頁是空的 這個 不太習慣 所以我選他 確定選到他之後就會出現在 名字就會出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print了 那我們就按print 那print之後呢 因為你剛剛設定的溫度是200 然後你設定的床的溫度是40 所以他會開始 噴頭會開始加熱 然後 這個 床也開始加熱 噴頭為什麼沒加熱 噴頭應該要開始加熱 等一下吧 沒關係 就是我拆 我昨天有 我昨天有 我昨天有修握這個東西 昨天這個插頭掉了 可能是因為我 之前拆解的時候 這個插頭掉了 這個插頭應該是跟 噴頭加溫是有關係的 因為他的下方就是噴頭 他的下方就是噴頭 鏡頭可以照一下 他的噴頭就是那個 連錐形的東西 那個是他的噴頭 然後 然後 I don't know what 反正後來 插頭插回去了 這個插回 這個是 這個也是可以 這個也是可以拆的 就是我們在拆機器的時候 這個是可以拆的 反正後來都確定了 昨天也硬了 應該是沒問題才對 所以他我們等到他床 你回到這裡來 所以等到他床呢 從 原來的室溫加熱到40度的時候 這個溫 這個噴頭上面 這組是噴頭的溫度 這個噴頭的溫度才會是 一個正常的顯示 這樣子 你會剪影片嗎 你找時間幫我剪 因為我在想 這一段啊 可能要剪在 就把這個 這一段可能要剪在這一段的 右下角 就變成要雙螢幕 這種有沒有剪過不知道 不行的話就算了 我就分開影片也可以 沒事 好有了 可是他的 他的噴頭的溫度一直沒有上來 跟昨天一樣的狀況 你看他熱床已經到了 已經到40度 有了有了有了 可是動了一下 又沒動 有點狀況 像昨天這樣就是到到最後我就是他那個噴頭就 跳一個訊息出來說什麼 有故障 後來我才發現我那個掉了 好慢喔 一度一長 為什麼呢 不是我昨天裝好也列印完了 昨天裝好也列印完了 所以會是什麼東西掉線 這時候你發現 這時候一個狀況是 這時候你按什麼他都不理你 那就是關機 不要怕就是關機 關機然後 稍微等他機器 隔個5秒再reset完 床是熱的啦 摸摸看 床是熱的 感受一下這個是40度 40度 基本上不會燙人 60度真的很燙 很燙 這個溫度是溫泉的溫度 我們泡溫泉就是這個溫度 在想是不是什麼東西掉 繼續對 現在沒有會議人士 我們這次開機之後呢我教各位另外一個東西是直接去看溫控 來我們到 設置吧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 PLA預熱 PLA預熱裝設置 然後噴嘴溫度呢 我就給他200 OK 打勾 然後到主頁 看他有沒有動 發生什麼事 我們剛剛的檔案 GCODE檔案裡面應該設定是200度 對 在動了 27 有啊 2627他不會那麼慢的 通常不會那麼慢 所以我現在開始在懷疑是不是那個插頭剛剛不穩 如果他待會跳到28就是 有可能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有點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再給他一點時間 但通常不會那麼慢 好 那 我再試一個 是 不會是準備 不會是打印 一定是設置 設備嗎 不是設備 對啊 PLA溫度 噴嘴溫度 100 我先給他100 打勾 阻力了 沒有在動 我們關機後 我現在把這個 插頭重插一下 正常應該是不需要這個動作 這個插頭是有防呆的 他有一個 有一個 在這裡保護的 然後防呆的意思就是他這裡有個凸起 這裡有個凸起 所以他照理講是防呆的 把它插好一點 其實插下去他這兩個扣子會扣上來 那另外一個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這裡 可是我昨天還特別用了 熱溶膠把它黏好了 因為昨天掉了 掉了之後我有熱溶膠黏上去了 那他現在噴頭是給我 搞什麼 飛機啊 噴頭完全沒有加力 One more time 就是插頭插一插你整個這樣子 但是這裡這裡有動到嗎 我剛剛有壓到什麼嗎 不至於齁 好啦 One more time 一次也是要直接到噴頭 這時候歸零什麼都沒意義 因為要噴頭沒加熱就沒意義了 所以 一定要先讓噴頭能夠 啟動 噴頭能夠加熱 噴頭不加熱就 Game over 再玩 more time 設置 他可以ABS 所以在這個過程也發現了他除了裝POA他也可以做ABS 剛剛上課忘了講ABS大概要到220 你在使用噴頭加熱的時候大概要到220 我們試試看嘛 所以如果噴嘴溫度是一樣200 再一次 然後熱床溫度40 我們都這樣寫 然後打勾 然後看看回頭看他有沒有在動 他已經到36了 噴頭還是沒有動 好那如果萬一今天噴頭有問題 昨天沒問題啊昨天都後來都硬啊 3536他的噴頭有在 他的熱床有在熱 好像也沒在動 好像也沒在動 他這好像是剛剛的溫度他沒有往40度 還是因為現在沒有LOAD檔案 是因為沒有LOAD檔案嗎 好我們再試一下好了 應該不是準備準備看起來是 反正他一定要歸零 我給他歸零 就看一次他歸零 他就先X X碰一下再回去 Y碰一下再回去 然後Z 他會回到某一個 所謂的XY的某個表 然後往Z軸跑 那他現在是雙Z軸的運動 沒話找到腳 他就探針 他探針會來回伸縮 反正會來回伸縮 OK 啊這裡啦 所以我要到準備不是設置 設置沒有用 那個設置其實我一直搞不懂 應該是要到準備 然後到手動設溫 這樣子我就可以知道噴頭溫度會不會加 這樣馬上就知道 熱床溫度40 然後到主頁來看 有了啦 欸跑了 有沒有 現在 現在是反而那個噴嘴加得很快 一次已經到50度了 那個 床也上來36 反正 床沒有加熱 噴頭沒有加熱 你的機器就出問題了 機器出問題了 然後說搖一搖探 我剛剛也沒做什麼 我剛剛做什麼沒有啊 我就把那側頭再稍微塞緊一點 為什麼沒幹什麼 那個加熱很快 已經到100度了 現在你摸就燙上了 那剛剛也歸零過了 然後現在也是在負2.2 檢查一下 那Z軸的 指揮相對位置在負2.2是對的嘛 所以理論上不用再校準一次了 不用再校準 因為校準我們做過了 然後呢 就等著它去列印 那它一定會到床到你設定Gcode設定的40度 然後噴頭到你Gcode設定的200度才會開始列印 OK 好 那列印的時候呢 它還會再做一次校正 然後這個一次校正也是只有這個噴頭本身的一個 XYZ的一個校正 也就是說這時候你調它都會太危險 你不能再去調下面的這個螺絲了 太危險了 所以它自己會去做一個校正 校正完也是它自己的事 然後完了以後呢 它會開始列印 列印的時候它會先在這裡拉兩條 然後接下來待會會在你的外面做一個外圍的 所謂的 那個叫什麼 那就是一個外圍的設定 然後就開始列印的東西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觀察這兩條 跟那個外圍有沒有在 你預設的一個 出那個線的一個 後撥桿 那個後撥桿是會很明顯的 待會就會看到 然後那個後撥桿對了 那後撥桿對了 就 就讓它一直印下去 後撥桿錯了 你可以暫停也可以取消 我們等一下看這樣子 所以現在到了 到了之後呢 它就會開始 我們沒有按打印 對不起 我們忘了按打印 所以呢 這時候其實熱完床的熱完 噴頭沒有用 為什麼沒有動 因為呢 因為你並沒有按電印 對不對 所以我這時候要按打印 然後剛剛是這一個 然後按 那它其實因為剛剛床已經熱過了 噴頭也熱過了 所以它應該很快就會啟動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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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提高了 提高之後 第一件事呢 它其實噴頭熱了 噴頭熱了就會自動擠出這個東西 你不一定要把它撕掉 你不一定要把它撕掉 然後呢 它剛剛做了 SY軸的歸零之後 它現在再做一次Z軸歸零 然後它就會到這裡噴兩條 給你看 一樣的 這個都是多的 你可以把它拉掉 萬一它影響到你另一個路徑 比較麻煩 這是它的第一條 那它的第一條呢 就是因為前面 剛開始熱 所以前面那段牙膏不是很順 後面有沒有 第二條就順很多 基本上我已經不太擔心它了 然後接下來觀察它列印的外圍 那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會再稍微寬一點 它壓的夠緊它會寬一點 那壓的如果太高 就是噴頭太高 它會有點像浮在上面 那你就要小心了 如果你會覺得它是個圓柱體浮在上面 那就是你的床太低了 所以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所以它就會開始列印 然後我們剛剛說這個是十九分嘛 我們就會讓它慢慢的列印 那你可以稍微觀察一下它的 然後它現在因為中間它有印那個 它有印那個音架 也就是所謂的支撐材 一般業界叫支撐或支撐材料的材 支撐材 那這個支撐材看起來是 就是按照我們家的GCODE走 然後列印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剛剛設定的是十五%對不對 我們剛剛設定的密度是十五% 所以你待會會發現呢 在底座的四層印完了以後 底座的四層印完之後 它上面接下來就會印得非常的稀疏 因為十五%是很稀疏的 所以它每一層都是這樣的走法 也就是它要走完這一層所需要 搭建的 實際的材料 不管是外圍 內部填充或是支撐材 它都做完這一層才會再走下一層 那它走下一層的方式就是用Z軸提高 然後印下一層 Z軸提高印下一層 然後每一次提到0.2 OK 好那我們這一階段的錄影先到這裡吧 先這樣 OK 好 有沒有問題要問 好酷 這很帥 你說哪個路段很酷 啊對 這樣講出來 感覺沒有成就 對 對啊 呃 你只會看那個人一樣太好的波子 啊那對啊 說實有時候會看到光固化 光固化 光固化就是比較 高科技一點 啊這個就沒什麼科技 這就是 幾台附近馬達 然後加上噴頭 所以它很多人會DIY 有很多人會自己做做印表機 嗯 幾公科的 可以自己做 你看蠻多的那個小零件都會用這個打 對 他們自己做印表機 然後再用這個印表去印一些零件給下一台印表機 我也會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像這種這種東西喔 這種東西在 一般坊間都買得到 就是他們有一件這種3D 零件專賣店 所以你可以買回來自己DIY 這一台花了 一萬 一萬六左右 其實好像沒有很貴 沒有很貴 那這個 這樣一包多少 那一包六百 嗯 那一包六百 然後我上次宜蘭的那些這個嘛 這個東西 然後有一些我們測試的零件 那時候有恐龍 有恐龍 然後有 我印了很多 那曲面也打出來 對啊 這個都是它3D印 可以買啊 可以買啊 其實可以買 入門款的大概幾千塊就有了 那這一台因為面積大一點 300乘300 那種200乘200的 都在萬元以下 萬元以下買得到 那就這個東西全部是它列印出來的 然後像 你看這兩個長得不一樣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 當初什麼你知道嗎 當初那個 我剛買回來的時候它上面附了一小段 所以我就用它那一小段印 印完之後長這樣 然後我後來換了真的自己買的耗材 也是跟原廠買的 就這個牌子 不是它有一個盒子 盒子現在壓在下面 好了不管 現在剛好壓在下面 就是 買了原廠了然後回來印之後 看起來就很光滑 所以其實很顯然的 PLA的品質 很關鍵 PLA不好印出來就沒有了 這看起來就粗粗了 這看起來就很光滑 那你印這個有做支撐嗎 沒有 這個眼皮是沒有支撐的 對 現在這裡有在錄 沒關係繼續錄 就是 這個眼皮沒有支撐 它就是 就是你把你的模型要擺成 就是看得到 你要擺成這樣子 所以它從下面這樣一層一層長出來 所以這個沒有支撐 好 我們要再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個五分鐘吧 回來之後 我們來看它的 應該會快印完 然後這邊 這邊順便 這邊有在錄就好了 這邊它會告訴你 你已經走的時間 就是 呃 呃 應該是說 總共要15分 然後它現在走了6分鐘 之類的 這個是不是可以切換 好像不行 那等一下回來看 它反正這兩個時間 一個一定是總時間 一個是要嘛是走過的時間 一個是剩下的時間 我現在不確定是不是 哪一個是剩下哪一個是走過 我待會回來看就知道 OK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各位去休息一下 這個反正待會要剪影片的 這讓它繼續跑 你問他一個好問題 你問他一個好問題 好我們把它錄起來就好 幫我拿一下 攝影機前面 像這個是就它原廠的嘛 CREALITY 這個原廠的 然後原廠印表機用原廠的耗材 當然是 一定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像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黑色 有白色黑色 其實大部分顏色都有 那我有 買了一卷這個特別是 這個是彈性式的 它就是 Fluor 我猜這個 這個型號應該是指說 它是比較有 彈性 也就是說 練出來的時候 可以有一點 像 橡膠那樣的彈性 所以它不是純印的 像 像這種東西 我們一般白色黑色 或是一般的 沒有特別的材質 PLA 它印出來是很硬的 你看看就知道 它是硬梆梆的 它是硬的 但是這個是有彈性的 看它寫在哪 它也沒有特別寫 但是你在買的時候 當時它一定會給你一個型號 像這個型號叫Fluor 印象中 它是有彈性的 就是買了一卷這個有彈性 那像這個就是 一般的選擇 一般的選擇 它就是3D Printing Fillament Fillament就是 那個耗材 OK 然後我現在就是實驗室呢 如果你要印的話呢 跟你們印沒關係 我印了多少錢 就是 大概就是現在 我目前買的 就是 現在這個盒子壓在下面 一卷是白的 一卷是黑的 一卷是有彈性的 OK 把它放回去 等一下 你我來好了 碰不到 哈哈哈 這個是 巨人國的世界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 這個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 有些東西也不想讓你們拿 OK 等一下要幹嘛呢 我想一下 等一下要看你們的圖才對 等一下要看你們的圖 讓它印完 所以我們應該是 你們應該會每個人要求印一個東西 因為我要求你們不要超過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自己 自己設計的東西 不是用 今天上課的這個 你要自己設計的東西 然後劍完膜 然後把它列印出來 下禮拜的作用 這禮拜當然要有作用 照片長 應該會有一個這樣的作用 不要太複雜 你可以印一些公仔啊什麼 Dora AMO啊什麼 那個都可以 但是你要設法控制你的列印 譬如我給你的 列印的 這個Fillement的 刻數的上限 跟時間的上限 這邊要講 蛤 你有想好 想好什麼 很想要一個 Dora AMO 不是 別的公仔 對 我也是Miro 不是不是 是那個 我喜歡玩的那個 動物生有會 OK 某一個公仔就對了 對 某一個動物 挺好的啊 雖然我們現在下課繼續錄影 但是我們有繼續聊天 所以 錄影不會顯然無聊 這學其實就是 全部學技術 但是也蠻好的啊 這個東西其實都用得到 他們 舞台設計組 很喜歡用 雷射切割 甚至3D列印 學會這個技術 雷射可以看我的教學影片 雷射比較簡單 雷射相對的比這個 簡單的3倍吧 看一下教學影片然後 下次如果你同學或是有人上機的時候帶你上去上一下就好 然後我有教學影片而且我有說明 手冊 我再傳給大家 我不想再去教雷射的原因是因為那個都有錄影 而且很清楚 那我這台機器是從來沒錄影過的 我這台機器本來第一次 就是用錄影的方式介紹它的使用 而且我想剛剛介紹的非常完整 那如果所有的東西 我錄影 其實錄影有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節省大家的時間 因為每一次特別是雷射切割那一間你知道在哪嗎 會議室後面 那一間雷射切割一打開之後它機器非常吵 所以在裡面上課其實很辛苦 就是要成功 所以我沒有很愛上 就是你們看一下教學錄影看一下我的操作手冊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用 它比較簡單 那3D列印 不是說比較難 就是 因為3D列印的失敗率很高 我坦白跟你講 這個是因為我已經有很清楚的 Sense 知道說 要避免什麼 要注意什麼 要避免什麼 要注意什麼 我有一個很清楚的SOP 所以我自己在操作的時候 像我剛開始溫度沒有加 但是我也很快的 找到問題的根源 那這個都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練習跟 學習的過程 還有失敗的過程 還有不斷的被他可能當機 或是被他 討厭被他拋棄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才有辦法 去熟悉一個技術 所有技術都是這樣 那他的門檻會 雷射稍微高一點 但是都不難學 像我2020 還是21的時候 我在台中 歌劇院有辦一個 舞台機械 舞台機械 演習法之類的 那個誰啊 佩軒也有去 就是 那時候很多 沒有很多啦 10幾個台灣的crew 他們有去參加那個演習 然後那個演習呢 要研究機械嘛 我不可能讓大家去做真的機械怎麼樣呢 所以我就全部用雷射切割 跟3D1表機 所以所有人都是幾乎 都是到了現場開始學 怎麼用雷射 因為台中歌劇院的工廠 他有附設一個跟學校這台很像的尺寸的雷射切割機 用法也一模一樣 然後有一台 有好幾台 兩台以上的3D1表機 然後出來甚至那個演習進行到一半的時候 有一個學員就覺得很興奮這樣 他自己又買了一台 他就 我們演習有10天嘛 還是10幾天我忘了 就是到中間的時候他就自己花錢再去買一台 我記得是9千塊多少的3D1表機就買了 他覺得興奮啦 因為大家都第一次有玩嘛 所以他就當場就買了 而且那是一個台灣劇場 很資深的一個TD1 他叫大A 然後他就當場就買了 然後那個演習裡面 那有一些是 我們學校有幾個保留的名額 去了然後有幾個是萬一業界 就是已經在外面做TD了 那他們想要學劇場機械 劇場機械 我們在我的頻道裡面也有 有一個人你查就知道 對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頻道就是在講那個 你知道吧 劇場 機械 元席 所以他裡面就是最後有一個影片 你看我的頻道 我們蓋了一個台工歌劇院 然後裡面有玄章舞台 有升降臨 還有鬼道 那個影片嘛 那就是那一次做的 所以所有人都在10天內 學會3D練習 學運3D練習 然後大A還 你知道大A嗎 暗生可能知道大A 蘇俊學 他還 在延期營一半的時候 會發心自己花了 九千塊去買一台3D練習 來繼續拆 就很開心啊 對啊 那因為他 他帶給我們另外一個 perspective 就是說到底 到底我們怎麼思考 製造 要自己製造的好 自己 Self 製造這件事情 你是舞台設計 你是燈光設計 你們可以 發明雷射723D練 自己要用的工具 然後把它加在你的眼鏡 就很好用 就是 看你怎麼用 這禮拜作業很簡單 這禮拜就每個人 我會給你們一個限制 譬如說 因為這一包 一公斤嘛 我覺得你每個人 幫我用100克 我不會跟你們收錢 100塊以上要自費 就是 100克以內 然後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內 可以列印完的 成品 我覺得 三個小時以上 怕有時候你會失敗 會在那邊弄很久 所以兩個小時 就是你們要 交給我 一樣 就是一個設計圖 就是你要給我 TWG 你要給我STL 然後你要給我GCODE 然後我檢查一下沒有問題 你在這禮拜 今天晚上就做好 今天晚上就可以 給我檢查 檢查完沒有問題 就可以列印 我還是要檢查一下 我檢查一下 可能會給你一點建議說 你這個模型稍微修一下 可能 列印的會更快 效果會更好之類的 如果沒問題就讓你列印 那我機器呢 會找一個好地方放 反正就在這個實驗室的某個角落 好像可以放著 因為 明天 因為禮拜五龍貴的課 好像也不會用到整音教室 我跟龍貴商量一下 放在一個角落 然後就是 插頭可能會插著 你們要列印 就是這個禮拜 有一個列印作業 OK 你可以選擇公仔 Dola ammo什麼都可以 剛剛講 兩個小時內 100克以內 OK 那這個我看 這個大概一公斤來講 這個大概剩下200克左右 這個大概剩下200克左右 所以萬一需要換線的時候 其實不難 就穿過去穿過去就到了 遇到就知道了 好現在差多少 現在上面 來 沒關係反正這邊有繼續錄 我用讀了就好 現在上面呢 第一個時間顯示的是 16分鐘 表示他走了16分鐘 第二個數據顯示的是2分鐘 表示他剩2分鐘 所以第一個數據是 走過的時間 第二個數據是剩下的時間 好這樣清楚 OK 然後我們剛剛下課還有講 對 那個你拿一下 漢森你拿得到嗎 那兩個黑色盒子 所以下課我有跟 你講的 他有不同的顏色 再看一次 他有不同顏色 那我現在實驗室就是黑跟白 那他什麼顏色都有 你基本上七彩都可以 都有做 都有賣 這是原廠 原廠就這個牌子 然後這一卷 螢光 粉紅比較特別 他是彈性式的 彈性式的時候呢 他的型號 他的型號在哪 他型號是寫在包裝上 他的型號比較特別 所以他這邊有個什麼 反正他有個 他的型號 他一樣是PLA的 一樣是 Creality 就是廠牌 PLA是他的 材質 Truals 應該是指 很特殊 他有彈性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個比較硬的橡膠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零件要有一點彈性 不是這種硬邦邦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 可是就要換線 換線很簡單 基本上 你可以 來 我們順便上課 來那個 錄影的再錄一點 補充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 他說他昨天晚上就想好 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用 我們等他印完 印完之後我會解釋一下 你開始錄了 沒關係 那就暫停 這個 沒關係 因為我等一下要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說 等一下要解釋的是什麼 等一下要解釋的是如果他 噴出來 就是你床調了很久都很平啊 都沒問題啊 然後就覺得出師出的不順 我待會教大家怎麼去弄 他有一個叫 出師的一個方法 還有一分鐘 你就等他練一完 他在那弓底 注意看 他現在上面只有15%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還在15%的那個 內容 所以他最後剩下那一分鐘要封頂了 我們看他一分鐘能不能封頂了 四層 加速 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他走裡面不會比較快 因為他在走那個 他裡面 你現在還來得及看 趕快看 他其實他裡面都不是直直的 一根一根肋骨 硬上來他是斜斜的肋骨 所以他這樣斜斜的肋骨會比直直的肋骨更強壯 就跟我們之前上課講的那個原理 就是三角形 斜撐斜拉 所以構成結構的 強度 一樣的 所以他其實裡面硬的都是斜面 他不是硬直直的上來 這是這個Slicer 有的Slicer他可以限定 像這個Slicer搞不好也有這個功能 就是他可以限定他裡面的 那15%要怎麼走 他可以要求的 然後這種方式我覺得結構性會比較強 封頂 開始封了嗎 對封頂 他第一層封頂已經封了 所以剛剛大家沒有辦法仔細看到 就是說他從那個15%怎麼上來第一層 然後硬的時候不會掉下去 我剛剛沒有看到你也沒看到 你看他下面是空的 然後突然間他就封頂了 I don't know It's a magic 下次你硬的時候可以注意他封頂前 我剛剛本來要仔細看 來不及他已經封了 他現在整個封住了 所以你看不到 他最後怎麼為什麼這樣走過去 不會陷下去 你不覺得很神奇 我剛剛有看到 他現在 你有看到嗎 他就走過去了 然後沒有陷下去 對 你剛剛應該要錄 殘念 來不及了 bygone is bygone 印完了 他差不多沒有太離譜 他剛剛在1分多鐘印完了 然後這時候因為呢 你摸摸看這個床的溫度 大概還是40度左右 這邊也顯示39 然後開始降溫了 他床就不會再繼續保持40度的加溫了 然後噴頭也開始一路加上去了 OK 降溫 因為他沒有加熱 他維持200跟維持40是 開手機 我們剛剛要解釋兩件事 就是說他印完了 剛剛那邊有錄了 沒關係 我們就說印完的時候 剛剛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他從15%最後封鈴 下次 如果有機會大家仔細的觀察 把他錄下來 然後第二個是他一錄完之後 這邊就會開始迅速的降溫 不管是噴頭或床 都會開始降溫 那床降的比較慢 因為床面積大 聽得懂嗎 床的面積大 所以他的質量大 所以你們以前如果學會一個公司 叫H等於MST 那質量大他的T就會慢 這樣懂嗎 他的熱量散失慢 噴頭只有那麼一點點 所以噴頭現在已經 講完話大概1分多鐘 已經降了5、60度了 好我們接下來要介紹這個東西 打印完成你可以 這個打鍋按一下他就結束了 然後反正就沒印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我要講的是 設置吧 是設置嗎 不對是準備 然後呢我要趕快把他拔起來 因為他 這個東西呢 如果待會讓他過來之後撞到他呢 就會有問題 所以趕快偷偷的拔起來 然後這個最好是用什麼 最好是用 很細的美工刀 刮刀 比較容易傷那個面 刮刀在這裡 這個他的品質不是很好 除非我自己重新買一把 他這個品質不是很好 所以刮的時候會很多刮痕 那我通常是拿那個比較 大隻的美工刀從這個旁邊這樣削下去 就完全不會上桌面 完全不會上桌面 然後比較容易的是他的圓點 他有一個圓爆點 他的探針在這裡 圓爆點其實是在這裡 就是他的噴頭 第一次下去的點 大概在這裡 盡量不要刮傷啦 就是反正 東西用就會壞 然後這塊應該也可以買到 好我現在要這樣呢 我們到準備然後到手動射溫 然後到 預熱PLA 是嗎 噴嘴溫度200 然後 這裡應該是按淨料 對不起 應該是按淨料 也就是說如果我覺得他不順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順的時候我剛先預熱的噴嘴 那你當然如果你按了淨料他也會把他預熱上來 看你原來的 設置這裡面設置多少 記得嗎 設置這裡面不是有一個PLA預熱嗎 之類的 那如果你在準備這裡呢 你在淨料的時候呢 你要淨料的時候他就會開始加熱 反正我剛剛已經加熱 所以他現在正在往上升 然後這時候我按淨料 這裡的單位是MM 譬如說我現在噴頭不順 一個方法是從上面用力搓 讓他擠得比較用力一點 但是 通常他自己這邊有個滾輪會把 像那個焊接機這樣他會把這個料呢一直往下擠 好 原因不明 但是呢 如果真的不順的時候你可以來這邊 譬如說我先記個5MM 這樣 所以他到200度之後呢 開始走 然後你就可以蹲下來看 他是這樣子出濕的 像那個 蠶寶寶 殘寶寶吐絲的那個感覺 所以他會 這一段會走個5MM 然後就停 5MM好像很快 不過這個滾輪沒有在動的就是停 沒有在動了嗎 好像停了 來 我們在今天大放鬆 我們再來一個 直接走到20 就是加15的意思 烤米粉 米粉 這就是米粉湯的由來 他是這樣擠 所以這樣出濕是很OK的 那 出濕不順的時候你就是 講辦法再讓他我們叫出濕或這裡叫進料 大陸他們叫進料 出濕或進料 反正就是想辦法把這個 再通一通 通 通油管 通什麼水管的概念 這樣大家懂嗎 OK 那如果這個滾輪不動就是結束了 就這樣 然後 如果你沒有要繼續用了 你可以 譬如說好像剛剛有一個手動色溫 然後一鍵冷卻 就讓他冷卻 那最好是等到他 冷卻以後 開始冷卻了 就等到他 整個溫度降到室溫的時候再關機比較好 那像我昨天晚上因為比較沒有耐心 我不知道跟今天早上溫度沒有上去的關係 我昨天就是 印完這個 因為這個 本來高度設定 所以我昨天晚上是 印到大概這麼高的時候我就 不想印了 就中止 他中止之後 我大概10秒鐘就關機 所以不管他沒有冷卻 這個對機器會比較不好 顯然是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剛才有一點出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好有沒有其他要問問題的 那現在這個可以別斷線嗎 就讓他 等一下你可以拉出來用拉就好 就直接 拉出來 他已經硬化了 然後順便呢我們繼續錄 這個剛剛不是有支撐材嗎 那通常用手應該扒得掉 那像這個比較緊 因為他現在冷卻了 冷卻了之後呢有時候扒得比較緊 我們就拿一個工具之類的 美工刀啊 鉗子什麼都可以 就這樣把它夾掉 然後剩下當然這就是要稍微修飾啦 因為你原來是個圓弧面 圓弧面 稍微清楚嗎 圓弧面 這個圓弧面不ok 當然就是要靠美工刀啊 靠耶 但是小心喔 砂紙 砂紙 還有那種磕磨機 小的那種磕磨機 打磨機 千萬不要用 砂紙用的時候要很慢 因為快的時候它就融化了 通常說法是 80度會開始軟化 80度就軟化 快速摩擦就80度 所以80度就軟化了 然後呢 它真正的像擠成這種融融狀的 融融狀的 狀態就是 大概要100多啦 100多多少不少 反正它最適合 這台設計的溫度是200 所以 你用砂紙用磕磨機用它要小心 基本上 失敗率很高 你就會把 表面再融化一次 也不一定不好啦 就看你的目的是什麼 有沒有其他問題 有問題一下 我們就把它錄進去 砂紙會磨擦深熱嗎 你慢慢磨可以 但是如果一般我們用砂紙這樣 這樣有沒有 這樣的時候 那個熱很快就會飆到80度 就軟化了 你等一下可以試然後就會開始像那個瑞融膠 很有趣 這個是支撐材 誰喜歡的帶回去 做紀念 如果圓弧形的東西 像我剛剛的眼皮 我就沒有支撐材 但是因為我下面有底 我是從底部開始慢慢往上漲 對它其實漲得很順利 怎麼說它其實當初練印的時候它就是這樣子 一直一層一層這樣子 眼睛那兩個動還是會補印 我沒有動 我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球是裡面 我球是眼球 的背面朝下 然後眼球是這樣長上來 所以動在最頂 我給你看 我其實有那個勒 我有當初有個相簿 等一下喔 馬上來 製作手機 在這裡吧 照片 呈現錄 賣iPhone 這裡 我練印的時候 我當初做了很多拍照 這個可以拍沒關係 我剛買的時候 我還記錄了一些 然後這個是我眼皮的印法 眼皮就是這樣印 所以這是外圍 印完外圍 然後下面就慢慢長上來 我沒有設任何支撐材 沒有支撐材 所以你的零件設計很重要 你要繪畫AutoCAD的時候 你零件設計的好 你不用支撐材 如果你把它擺成這樣就完蛋了 那就是一堆支撐材 然後像眼球我應該也有 眼球我是這樣錄的 來看一下 眼球我是長這個樣子印的 就這樣印 然後裡面大概也是15%之類的 然後它有支撐材 這個叫支撐材 對這個是支撐材 沒有 因為我的零件構造比較複雜 等一下看後面就知道 這個其實是裡面 但是它下面應該是有支撐材 我印象中是有 是有的 封頂 封頂 然後這個就是支撐材 這個是要夾掉的 你設計 因為它這個一大圓洞 所以你在一層一層疊上去的過程裡面 如果它沒有這個支撐材 就跟剛剛那個拱一樣 對不對 它沒有這個支撐材 它會塌下來 所以它這個大圓洞是一定要 小圓洞如果那種3mm5mm 它不會給你支撐 你可以不要支撐材 你就 好像都還可以 不會塌下來 然後 這是要夾掉的支撐材 所以其實還蠻多的 即便我這個球設計成這樣蓋下去 它是需要支撐材 很幸運的 就這樣暴力的 就一堆魚死網破這樣把它夾出來 很暴力 也沒辦法 就只能這樣 然後那時候有一點用力過猛就裂掉了 後來就三秒焦 對啊 都蠻好看的 蠻有趣的 3D練習是很有趣的一個工作 然後這三秒焦黏好之後修復的樣子 所以這個沒問題 清乾淨 所以它還是有支撐材 支撐材要清乾淨 然後取支撐材的時候要小心 你可能會 用力過猛就裂掉了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 最後就是我作業會出在醫學院嘛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你的 鐵管的作業 那我們就先 拍到這裡 OK 這個可以先收掉 謝謝 來 我們來看一下鐵管的作業 這可以關機了 對它其實可以關機 因為它 風扇也停了 風扇停了表示 它已經冷卻完了 因為沒有風扇聲了 這風扇 風扇停了 所以就關機 不用錄了 OK 好 你們鐵工有焊接嗎 那你 你先不用好了 沒關係 不是不想看 你再拍照給我看就好 我們節省時間 在那個 因為現在只有一個人完成鐵工的作業 所以我們就 就是 這禮拜大家找時間 自己把 那個好不好 那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詠儀跟 漢森的作業 然後給大家一些建議 那你們這禮拜就有兩個作業要完成 慢慢來啦 做不完就 再找時間補 學制也不是你們 能夠預期到的工作量 因為 因為你們好像 上舞台都 才什麼時候才出來的 舞台的 Final 那還沒什麼訂嗎 舞台的草 草案什麼時候訂出來的 上個禮拜 對啊 你舞台草案都已經製作到了 第 三週了嗎 還是第二週 第三週了嗎 這禮拜應該是第三週了 所以這個是 而且影像那邊也是一直在改 是齁 不過我跟你們講 我這樣講不知道對不對 就是說 如果是一般有劇本的 然後導演只是去詮釋他的 那這個通常很快就會按部就班 在學院是這樣 我們現在是學院嘛 可是很不幸的就是我們 大概 各位知道嗎 我做了三十幾個學制 就在過去的經驗裡面 我發現有50%是類似這樣的狀況 50%到40%之間 有一個類似這樣的狀況 就是從零開始 這種都很 我不敢說災難 但是一定很辛苦 這個到最後會非常非常的辛苦 但是 但是要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我不管這個事 這也不是我能夠怎麼樣的 我也不能抗議 而且其實最大壓力通常是 燈光設計跟TD 幾乎無可避免的 就是TD跟燈光設計 因為TD的壓力 就是說你舞台不出來 我TD壓力當然很大 你燈光設計也是一樣 你舞台沒有出來 燈光設計的壓力一樣很大 沒關係 我們就 且戰且走 這個作業基本上沒有問題 但是漢森我提醒你幾件事 你這個板料要怎麼固定在鐵框上 可以 鎖的黏的都可以 但是有一種可能是 它是 那個板子做成四個角凹進去的 直接看進去就好 這樣就連釘子都省了 連膠都省了 但是第二個提醒你的事情是 這些點呢 焊接基本上就會有一個 凹面 你們上次有看我漢那個 一條線的 它再怎麼樣都會有一個凹面 然後那凹面是凸出來的 就不管是這個面 我現在沒辦法換轉 就是不管哪一個面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算你現在的版本你都是會遇到一個凹面的問題 那這個解決有兩個方法 就是一個概略的凹面 凹的意思懂 就是這個凹面 然後 打磨成凹面之後再把木板的下面也打磨成凹面 然後就是磨到它可以放進去為止 這是一個解決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呢 我就是在這裡的板料上呢 留個5mm的縫隙 所以一樣是剛剛那個形狀就是 你一塊板子的四個角呢 假設這個是那個板子 你四個角都 都切掉 像這樣切掉 可是你切掉的幅度呢 再大一點就是比應該要貼著那個鐵框在多個5mm 可是這樣的話你可能還是要靠 螺釘或是 對 螺釘或黏膠的方式固定 去想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我要你們做這個就這麼簡單而已 不要複雜 就這樣 然後如果你是斜架的話 你還可以打個斜面 那斜面的話就稍微複雜一點 就是焊接的時候角度啊 這個焊接控制 可能要想一下 然後你這邊有個材料清單嗎 有個材料清單 這個材料清單自己檢查 我不幫你檢查 然後 這邊的標示我給個意見 像這種 連續性的 就是說特別是這根鐵管 這幾根中層的鐵管 甚至包括上層的鐵管 要對準是比較 需要一個 guide line guide line意思懂嗎 就是說我要怎麼去對準 下面這個問題不大 下面就是下面要切齊 切齊的對準通常不用太多的標註 可是這種中層的或者是這種上層也是不是靠到上面的頂的 需要一個清楚的標示 我通常是這樣拉的 我通常是這樣拉的 就是我以這個為例好了 就是說 我的習慣 我就告訴你們我的習慣是什麼 那因為我現在沒有一個標註形式 我就是很快的拉一下而已 就是給各位知道 這個東西怎麼弄 通常你應該會有我們在上AUTOCARE的時候會教你們標註的形式 那 第一個標註通常會用線性的方式來標 就比如說這裡到這裡 我標一個線性的 那假設這是你第一根鐵管位置後面有三根是在一個不確定的位置的時候呢 你應該用這種 你應該用這種連續式或是基線式 那我建議是基線式 為什麼呢 因為應該是一個卷尺這樣一路拉過來 這樣懂嗎 就是你標註標這樣就是符合你 實際工作的習慣 你卷尺勾住一個鐵框的邊 對不對 然後或是一個鐵管的邊 然後拉過去 卷尺拉過去 然後拿 螺丁或鋼化針在你鐵管上畫線 這樣你焊出來才不會歪歪的 我會很要求這個 這個不要歪掉 你現在這個東西呢 這樣很容易歪掉 因為你這個標註是很難去 畫得準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來標註會比較好 這是建議 那其他的就差不多了 你可以切了 那你用25x25 所以這個看起來 你給我一個 蓋蒜 鐵管 6米長 記一下 6米長的總長度大概是多少 就用6米 因為我們一根鐵管6米長 我們現在工廠所有的庫存品都是6米長的鐵管 所以我要你蓋蒜一下 如果你一隻6米長去切 你是一隻還是半隻還是兩隻之類的 給我一個蓋蒜 好我們來看一下詠儀的 老師不好意思 我那個長安給錯了 給你 什麼叫給錯 沒關係啊 你給我AutoKey就給我AutoKey 沒關係 我先看一下 我先主要看一下你的內容是什麼 有一些對錯就是原則性的東西 我剛剛講過 像這個 6米切了下 所以你要消耗一隻 因為我們最後這五個人 你們五個人 每個人消耗的數量 我要跟工廠限有的數量對一下 那因為你都25x25的 那像詠儀你會用到兩個材料 一個是50x50 對不對 然後一個是25x50 這個顯然是25x50 然後這邊又一個是25x25的 所以你用到三種材料 所以你這三種材料要分別告訴你是 我們一個蓋蒜 是一隻六米長 或是半隻 或是四分之一 給我一個概率的數字 不是那種什麼 我要375公分 這個數字對我比較沒有意義 這樣懂嗎 給我蓋蒜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 板凳嗎 椅子 可以看另外一個檔 他會看得比較明顯 我把 我把這門課跟 CAT的課有點搞了 這個可能會比較清楚 那個整個結構是怎樣 沒關係啊 沒關係啊 反正你剛學CAT 對不對 這學習應該是你 第一次學AUTOCAT 對不對 好就是學以自用 很好啊 沒有啊 你這個檔案就是 你這個檔案應該就是一個 真正的 在三度空間裡面的一個示意嘛 我先看一下他有沒有什麼大問題 這是個板凳嘛 我第一個小問題 我從實用的觀點告訴你 從產品設計的觀點告訴你 就是你這椅子多寬啊 三十太窄了 但是想要給小朋友做 多小朋友 兩歲到三歲 那可以啊 但是大一點沒關係 你寬一點 小朋友也不會因為這樣掉下去吧 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個建議寬一點 就是你的屁股為基準 用你的屁股去設計 這是第一個 因為你自己要能做嘛 你不做你也不知道好不好做 那第二個是呢 如果是小朋友我就擔心了 像這些地方將來都會是 會是需要處理的 因為鐵管的邊緣很銳利 所以我們有可能要去買一種篩子 知道嗎 五金行有賣 就是他是橡膠的 就是 我猜這樣也找得到啦 就是但是 俊和五金應該就有 俊和這知道在哪嗎 鐵管篩子 這種 鐵管篩子 這種有方的有圓的 這個就是方的 你需要這個東西去保護你的邊緣 不然小朋友不要說小朋友你自己都會受傷 你需要這個東西 這要考慮在你的設計 然後你就拿這個圖 去找俊和五金 的老闆他就有賣 OK 一個大概10塊15塊之類不貴啦 方的圓的各種尺寸 然後 你要告訴他你是多大的管子 比如你說25x25的他就有賣25x25的 但是塞進去而已 我都給你們一些實用的建議 所以像這裡一定要塞 這裡一定要塞 所以我應該要 這裡要塞啊 不用啊 就是說你這裡凸出來也不會怎麼樣 甚至 我另外一個說法是你這裡 縮進去一點也不會怎麼樣 你這裡 你這裡縮進去會怎麼樣 你不會怎麼樣 你說你設計成這樣也不會怎麼樣 你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 設計的時候 我告訴你為什麼要縮進去 你們覺得呢 為什麼要縮進去 來告訴我一個理由 就不縮進去是一個設計 縮進去是一個設計 但是就產品 設計的觀點 我剛剛講的要加塞子 塞子解決了 塞子解決了 可是為什麼我會要求你要 這是公分的公里 我為什麼要求你要塞進去呢 要縮進去呢 這是從哪個觀點要求你說進去 答對了 漢階是需要面積的 因為我們在畫圖的時候有個誤解 這個是實體 然後它是一個空心的管子 所以這裡肉很薄 所以你可以想像如果你 下次畫圖可以試試看這樣畫 但是很花時間 你可以把它畫成空心的管子 你就會發現這裡不大對勁 這裡在漢階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薄的一條線加上一個面 所以 有沒有聽過豬隊友這個字嗎 豬隊友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group 一個team裡面 有一個最弱的 所以你現在漢腔 在對這個 這一個位置加熱的時候 豬隊友就是那條線 所以他會先破掉 結果那條線已經破掉了 那邊還沒有融化 所以這樣的漢階的設計 除非你的漢階技術非常的高超 我講的就是那種漢 漢了五年 三年的那種很厲害的漢階達人 否則你這裡一定會處理的難看 所以這裡我們在漢階的實物上 我剛剛沒有檢查漢階的 漢階的我們再看一下 你這裡的漢階點 如果 只要不要漢在那條線上 都問題不大 你可以漢在某兩條線上的問題都不大 但是如果你漢在像剛剛泳儀那樣 他只有那條線可以漢的時候 他就死定了 那當然泳儀有個漢法是漢裡面的這個 漢左邊的或右邊的 這也可以喔如果你要漢的是這幾個也可以喔 譬如說我漢左邊右邊 漢完之後就用砂輪機磨掉 砂輪機知道嗎 你們可能 有人用過有人沒用過 英文叫grinder 砂輪機可以把它磨掉 可以磨得非常平 那像這種 這種 怎麼說 這種漢階磨平 是OK的 聽好喔 可是這種漢階磨平是不OK的 我剛才講的是漢森的那個 漢森的這個角如果你把它要切到最後你的板子可以 幾乎是沒有公差情況下去靠到鐵板鐵管上的時候 那要磨得很深嘛 那這種漢階很容易磨到他斷掉 可是這種漢階在漢階的實物上就是如果你漢的是左邊跟右邊的這兩條線 是OK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磨平但是漢階的時候他會 他其實是那邊會形成一個很 均勻的一個厚度然後你上面上面突出的 磨平是OK的 我們常常會需要磨平那個特別是我們在做布景的時候 我們做布景的時候像那個 上學期那個叫什麼 深深 我們深深的板料要封到鐵管上的時候 是有很多時候上面是有一條線的漢階的那個都要磨平 那個磨平沒有問題 那通常是因為那個磨平的下面還有一個角的漢階然後那個角是不用磨平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 我們如果打 深深深極許 要深深深 深深深 看有沒有 對就這個 其實漢階的食物 很多東西都要在 怎麼說呢 就是在找時間要練習 然後在你們做了以後遇到問題 不是要存 這是哲語的樣子 就是要你們去實際的去練習之後我才有辦法去說 他現在在磨什麼你知道嗎 像這種有沒有 這裡 看得到嗎 他在磨這個 然後如果不小心突出來他也要磨掉 因為這個最後呢 如果 萬一他這個面要在跟別人焊接的時候他一定得磨平才能看 那有一種狀況是什麼呢 有一種狀況是 有一種狀況是這個 我最後要把板子像你們那個 你們兩個一個剛好一個做 架子一個做 做 做椅子嘛 你們都有板料嘛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把板料 貼到鐵管上的時候我當然要把那個上面突出的東西磨掉 但是這種磨呢 這種磨呢 通常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 這種磨表示什麼 這種磨表示這個 他下面通常還有一個腳汗 所以萬一你把上面磨得太平太薄 如果上面焊接技術不好你都至少還有一條線是完整沒有被磨過的 所以我會鼓勵呢 勇宜你這樣想 你如果焊左邊右邊這兩條線 得磨掉 不然很醜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焊這個腳呢 你就通常不用磨 因為這個腳是一個如果你焊得好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 蠻好看的 如果焊得不好呢 就是把那個不好的地方磨掉 但是下面是可以保留一個凹在裡面 就是可以保留一個圓弧的一個 焊道 保留在那 然後這個如果是我來選的話 這裡也可以焊 這裡為什麼可以焊呢 因為這裡是一個 小於45度的焊接 但是 要準備下課了 它是一個小於45度的焊接 但是可以焊的 但是你們的技術我怕比較焊不好 因為你的槍會被 會被推得比較遠 你的槍道會被推得比較遠 所以這裡的焊接會有一點需要技術 大概是這樣 然後最後的建議就是 其他就沒什麼了 其他就沒什麼了 這裡你在畫3D的時候應該要把它切開來 是誰跟誰接在一起 這裡要把它切乾淨 就是實際上焊接之前什麼樣子 你這裡就要表現出來 不然有時候你到這裡會搞不清楚 當然你在這裡有表現 你2D有表現 但是3D應該也要表現出來 到最後不知道為什麼我刪了什麼 然後他們有的技術 沒有你可能連擊了吧 這就是連擊 不小心把它連擊起來 好我們這禮拜呢 就這禮拜沒完成的作業 麻煩大家下禮拜要交 然後下禮拜多了一個3D列印的作業 大家加油吧 沒有新的作業就3D列印是新的作業 但是沒有 鐵管的作業要把它完成 還沒有焊接要焊接 還沒有設計完要設計完 然後給兩位建議你們要修改好 這樣有其他問題嗎 然後 今天就到這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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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